一个农村刁民的逆天人生 其野如老龟,死于无名 其凶如鸡鹰,活及北方 其父如寿虎,东名皆实 前一步英雄,退一步兼雄 于是成二狗貌似很荒诞的前前后后 静静退退,像个应该挨千刀的妖女 那绰号成二狗的他 能否打拼出一世荣华 唱响听发敬同您收听 风火戏诸侯的长田都市小说 陈二狗的妖灭人生 演播我影随风 欢迎大家收听 下台之后 苏清廷就主动地坐在陈福生身边 本来想边看书边听主持人讲话 一心两用的陈福生 也就放下那本思考与回忆 苏清廷拿起那本回忆录 似乎有些许讶异 在来党校之前 父亲就说过一些关于陈大公子的歧视 例如被黄丹青护短 以及在中山高尔夫一杆进洞之类 他印象中 陈福生都会比较贴近优质顽固那一类 跟匹兹脉是不太沾边的 至于熟安京剧倒是没有出乎苏清廷意料 毕竟有黄丹青诸玉在前 干儿子懂点京剧也不值得大惊小怪 苏清廷随意的翻了两页 然后拿起桌上的钢笔 在末尾写上了自己的手机号码 将书本还给陈福生 笑着说道 晚上我跟一个老教授约好了要打乒乓球 你如果有兴趣就打我手机 半个钟头之后碰头 然后苏清廷就抛下一个含有深意的笑容 率先离开教室 假如把爱丽丝游记和福尔摩斯两张电影票让苏清廷选择 他一定会毫不犹豫的拿后者 这位将来要继承父亲庞大企业的理性主义者 最欣赏福尔摩斯里面小唐尼做化学实验一般精准分析搏击动作的桥段 这符合他一贯的人生观和审美观 这也是他为什么数理化门门拔尖 却被一门语文拖累到第二梯队大学的原因 这一点他与陈夫生颇为相似 对于一有空就埋头剑桥战争史的苏清廷来说 最推崇闪电战 所以当他对眼前这位有妇之夫产生了非分之想 他的第一想法不是如何遏制这种不道德的念头 而是如何将陈夫生在党校培训期间火速拿下 陈夫生对这一系列动作没有过多思考 作为今日密码酒吧当之无愧的大老板 他已经见识过太多暧昧炙热的妩媚秋波或者巧妙暗示 真当回事那就是除了 因为今日地位而寄予他的密码玩家 都会被他第一时间早处死刑 兔子不吃窝边草 家里头有媳妇 酒吧里头也有圆唇盯着 冒着惹一身腥的风险给小妹妹们做跳板 那不符合陈夫生一贯只占便宜不吃亏的风格 在不清楚苏清廷的底细之前 陈夫生没有稚嫩到接下橄榄枝 毕竟他已经不再是那个一穷二白的农民青年 不过他还是老老实实的将苏清廷的号码储存到手机里去 虽说乒乓球技术很臭 还是没有放弃这个深入了解苏清廷和熟悉他人脉的机会 蚊子再小也是肉 张家寨里头张瘸子那栋最为富丽堂皇的水泥房子 也是一毛钱两毛钱积累出来的 积少成多这个朴素道理也许对姚峰那帮青年来说很抽象模糊 对陈夫生来说却是深刻的一辈子都不可磨灭 所以说男孩子穷养的确是至理名言 半个钟头之后陈夫生和苏清廷再次碰头 他已经换上了一身休闲装 做苏清廷对手的老教授是行政管理方面的权威 叫郭一勉 块头挺大瞧不出啥儒雅书卷气 连副眼镜都没有 所以陈夫生对他的印象也就仅仅是停留在老人身体不错的层面 苏清廷没有过多介绍陈夫生 郭教授显然也不熟悉最近窜出来的江苏新贵 不过老人对陈夫生挺和蔼 估计是将他认作了苏清廷的男朋友 苏清廷的乒乓球球技相当的彪悍 一身李宁牌运动服的郭教授也是高手 一老一少打得旗鼓相当 陈夫生就在一旁端茶送水附加剪球的业务 心甘情愿的做苏清廷的绿叶 闲暇时间就坐在一旁研究郭教授的穿着 老事旅游鞋 很亲切的李宁牌套装 之所以说亲切 是因为在他上初高中那会儿 有钱人都喜欢穿李宁牌子 如果有一套阿迪达或者是耐克 那简直就是拉风到穿了战神套装的大款孩子 那时候一贫如洗的陈夫生就特别酸这类服装 而当下你就是从头到脚 眼镜到袜子 外加耳环内裤 一身的世界名牌 陈夫生也可以坐到完全心如止水 所以陈夫生坐在一旁心不在焉的喝着矿泉水 回忆着那些寒酸青涩的年少轻狂 嘴角挂着知足常乐的笑意 心里头想着要是等到富贵穿上校官军装 然后哥俩一起杀回张家寨 是不是也算替老陈家光要门没了呢 即使一直在遐想 陈夫生在乒乓球飞出球桌的时候 也没有忘记把手里的预备球抛给两位高手 然后勤快的跑路去捡球 时不时的地薄金给打得兴起的郭教授 任劳任怨的陈夫生眼睛抽空 就会挑一下苏蜻蜓不错的身材 脱掉了外套 就是有一件印有奥黛利贺本头像的紧身T恤 跑动的时候难免有一颤一颤的风情 屁股翘胸部大的女人好生养 这是农民最朴素的认知 陈夫生也不例外 所以他媳妇某次洗鸳鸯玉后照镜的时候流露出一点遗憾 陈夫生实时物为俊杰啊 当时就赶紧拍马屁说女人喂养孩子乃多乃少 跟胸部的规模不成比例 媳妇当时笑的那叫一个颠倒众生 差点让陈夫生立即把他就地正法了 做了将近一个半小时的捡球小喽啰 陈夫生终于熬到功德圆满 陪着郭教授和苏蜻蜓离开乒乓球室 两个人都出了以身汗 心情极佳 话题也不拘一格 马前卒 陈夫生也算是混了个脸熟 见两人没有立即分开的意思 陈夫生也就很识趣地告辞 等到他消失于两个人的视野 苏蜻蜓将称呼 由郭教授转变为郭伯伯笑道 您看吧 我之前说他跟前老书记性格完全不一样 你还不相信 现在眼见为实 还有没有说话 确实不太一样 本来用球拍颠球的老人收起球拍 点点头 不过也可以理解为老前的升级版 就像一个是一篇千年前的论文 另一个就是修改后的论文 瑕疵漏洞少了许多 本质上还是差不多的 一样沉着住气 恐怕现在都没有几个人知道 我跟老前是大学同窗了 那时候的老前可跟现在不大一样 意气风发 锋芒毕露 拒绝过校花的追求 跟辅导员吵过架 自己创办社团 要知道 那会儿学校的氛围可跟现在大不一样啊 我也见过前老书记几面 感觉就像是贴了厚黑城府的标签一样 特别怕他 真不能想象他年轻时候的模样是什么样 感觉他一生下来就是现在的状态 苏清廷孩子气的笑道 陈福生自然不知道 这位郭教授就是杨夏生嘴里的 与老爷子不对路的行政学院副院长 不等他自己想法子修复两老关系 心思玲珑的苏清廷就很上道的替陈福生拉拢起来 在苏清廷看来 钱子相是一个很强大 所以自然而然伴随着霸道作风的上位者 地道的一言堂 说一不二 行政如领君 加上略微一些草莽和江湖气 充满了传奇色彩 唯一的暖色调就是老人与伴侣黄丹青的爱情 虎腹无犬子啊 郭院长哈哈笑道 老钱的儿子能够心甘情愿的给一个破教书的剪球一个半钟头 又是端水又是地毛巾 还没一点脾气 不是天生好说话 就是不一般的修养了 小婷啊 听说他是这两年才做老钱的义子 出身也不是特别好 听说是的 经过一连串的铝鱼跳龙门才爬到今天这个位置 苏清廷笑道 顽固圈子里头一向很好玩 财富能把一个人的劣根性或者有点无限放大 所以有趣的事情也格外多 他家境优越 因此接触到的去人去世络绎不绝 陈福生不是最极品最累人的 也不是最出彩最扎眼的 可他就是喜欢陈福生身上那股未曾泯灭的相处气息 很清淡 没点眼力和阅历秀不出来 这也许跟他小时候跟爷爷奶奶在农村生活过五年时光有关 这一个社会如果完全堵塞了底层往上层进入的路径 那就肯定要出问题了 由你们年轻人所说的凤凰男大批涌现给他们鲤鱼跳龙门的机遇 这样的社会才是健康积极的 郭院长感慨说道 也许是觉得自己的言语有点官方 自嘲的一笑 望着身旁后背那张青春无敌的红润脸庞 和蔼说道 小婷这个陈夫生有没有家事 要是没有的话 我觉得你和他蛮般配的 我不介意做一下你们的月老啊 有了 据说还是一个很漂亮的城里人媳妇 都说他癞蛤蟆吃上天鹅肉了 苏蜻蜓玩笑的说道 没有半点气馁 竟有越挫越勇的意思 郭院长轻轻一笑 不再深入这个话题 年轻人的生活对老人来说已经有些不可理喻 还不如两耳不闻窗外事 安安静静做学问 省得被后辈们付匪跟不上时代 至于如何处理与陈夫生的关系 顺其自然即可 他反正既不需要去抱老同学的大腿 也不反感这个表面温顺的青年 如果陈夫生真的能够让他刮目相看 那么稍微低下头 先让一步给老钱 也不是什么掉脸面的事情 平心而论 跟老钱一起下棋钓鱼 终究还是挺不错的雅士 陈夫生回到房间 正在担心 他动辄熬到凌晨一两点的作息 会不会影响了姚风 可随后见到那小伙子 对着笔记本通宵到凌晨两点 还丝毫没有倦意的生猛 让陈夫生松了一口气 这个不太值得结交的顽固 起码是个合格的战友 那一晚 陈夫生看了思考与回忆的三分之一 加上四份李芙蓉给他的党史资料 然后才洗澡睡觉 那时候已经是凌晨三点半 姚风在凌晨三点左右 转头瞥了一眼 陈夫生床头摆放整齐的书籍资料 收回视线之后点燃了一根烟 若有所思 第281章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一个农村刁民的逆天人生 吉爷如老规 死于无名 吉凶如鸡英 佛鸡北方 吉父如寿虎 东名皆实 前一步阴凶 退一步 坚凶 于是 陈二狗貌似很荒诞的 前前后后 静静退退 像个应该挨千刀的妖女 那绰号 陈二狗的他 能否打拼出 仪式荣华 畅想听发 敬请您收听 风火戏诸侯的 长田都市小说 陈二狗的妖灭人生 演播 我影随风 欢迎大家收听 第282章 梦想和野心 李江潮就跟吃了 劣质春药的猛男 而且还是那种 一年半载 没有吃过肉的身口 小宇宙完全爆发出来 在学校彻彻底底 做了好学生不说 晚上都要去走廊登下看书 周末在家里头 除了补充营养 就一心一意的扑到学业上 姐姐李清乌 不知道何种原因 比往常空闲许多 在周末 基本上都在帮着 浪子回头的弟弟做辅导 制定详细的复习计划 筛选辅导资料 给李江潮填补薄弱环节 学生时代 他可是当之无愧的考试机器 高考也差不多 能算是千军万马中 杀出的一记绝尘 一个肯学一个会教 加上李江潮的脑子本来就出色 自然事半功倍 成绩突飞猛进 本来波澜不惊 略微带点悲苦色彩的李家 开始焕发出不一样的光芒 这恐怕就是所谓的 脑极太来 小人物的家庭也可以生出一股跋扈风范 李家人都知道 这一切都要归功于那个不温不火 不求回报的邻居 李清乌嘴上不说感恩 李江潮和李鸿丁父子 也从不提感谢两个字 但是有些小人物 也许最知道滴水之恩 涌泉相报 知道曹间夹在坐月子 加上陈福生去党校学习 李清乌时不时的就会串门帮些小忙 本来做两份保姆工作的李江潮母亲 更是近乎全职的待在邻居家里 一副除非打骂感人 否则都不肯离开的架势 曹间夹对此也是无可奈何 也就不阻拦 所以在小区的时候 时常能够见到李家母女 带着一个绝色孕妇 漫步的温馨场景 姐 你是不是在找工作啊 李江潮放下手中的圆珠笔 抬起头望着身旁给他倒了一杯白开水的姐姐 已经是深夜了 父母都早早睡去 李清乌坐在一旁 笑而不语 对李家来说 他这个弟弟肯上进 那就是最大的欣慰 那比他哪怕明天成为 原公司总监级别高管 都来得值得庆贺 父亲李鸿冰那是出了名的重男轻女 李清乌也不觉得有什么不甘或者不妥 对于军人出身的古板父亲来说 只有儿子才能传香火 坐在椅子上的他 一如既往的安详宁静 凑过身子 指出弟弟测试卷上的错误 先讲解剖析 等到李江潮将他抄到错笛级上 他才将那杯水 递给这个开窍的弟弟 柔声说道 你不用担心我的事情 你现在只要把心思都放在学习上 姐相信高考一定能够让所有人大吃一惊 姐 你的事情就不是事情了 李江潮皱眉说道 也许是李科天赋出众使然 使他很注重细节 所以敏锐的察觉到在事业上已经步入正轨 并且应该蒸蒸日上的姐姐似乎有点反常 失业 辞职 李江潮知道这个貌似柔顺 其实骨子里比谁都倔强的姐姐 一旦遇到触及底线的事情 绝对不会做一只沉默的高原 所以他担心是姐姐受到了欺负或者不公平待遇 李江潮喝了一口白开水 见姐姐没有开口的意思 微微不悦的说道 姐 我不是那个一碰到事情就想要拿拳头拼命的孩子了 会量力而行 你如果被人欺负 我也许不能够立即帮你报仇 但你起码要让我知道 我懂得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嗯 是真的长大了 李清吴欣慰的笑道 姐 李江潮不高兴道 提高了嗓音 李清吴做了个晋升的手势 指了指爸妈房间的方向 示意李江潮别吵到他们 摸了摸他脑袋 望着这张棱角越来越鲜明的脸庞 在他的心中 自己的弟弟可是比韩国男明星们帅多了 说不定上了大学之后 就能做个品学兼优的大校草 忍不住浮起一个发自肺腑的笑容 李清吴见宝贝弟弟已经相当不高兴 就温柔的一笑 姐一直没把你当孩子看呢 不是我对你隐瞒什么 只是想等找到新工作再和你说而已 在原来的公司不是挺好的吗 碰上色狼上司了 李江潮疑惑的说道 姐姐绝不是不能吃苦耐劳和吃小亏的女人 只有非正常原因和非正常人物才能让她退步 李江潮撇了撇嘴 也对 现在就属专家教授和披着羊皮的色狼上司罪犯了 不能忍 老姐你是金子 到哪里都能发光 不是这个原因 是我主动辞职的 李清吴叹了口气 为啥 李江潮纳闷道 转过了椅子 瞪着姐姐 李姓的职场规划而已 现在说了你也不懂 退一步进两步 或者三步 甚至更多也说不定呢 风险当然也是有的 李清吴眨了眨眼睛说道 见李江潮有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意图 笑着解释道 这就跟我当年高考一样 因为一直都是全校前三甲 到最后一次模拟考之中 我就稍微放了一下水 最后高考就发回超长 把学校第二名给拉开了将近三十分 平时我最多也就拉开七八分的样子 这就叫以退为进 那我就不说什么了 李江潮明显松了口气 一口喝光了温度适宜的白开水 旋转着手中的圆珠笔 敲声说道 姐 她是去省为党校了吗 李江潮嘴里的她 以往都是父亲的代名词 但是现在已经心甘情愿的喊李鸿冰一声霸 她就自动的转为陈福生 李清乌轻轻点头 李江潮挠挠头 她怎么看都不像是做官的人啊 可假设她家里有背景 又怎么会住在我们这种档次的小区啊 我也不明白 我只知道她是一个好人 李清乌苦笑道 用只有她自己才能听到的声音轻声的呢喃着 也许等我在职场上再提高几个档次 才有资格接触到她现在的层次吧 嗯 她是个很牛叉的男人 你是不知道那天在学校里头 咱们省教育厅的二号大老板都跟她勾肩搭背 把校领导都给吓得面无人色呢 姐 你说跟厅长称兄道弟 他是个啥级别人物 李江潮笑道 那天的场景 注定是这个男孩子一辈子最温馨最得意 也是最值得收藏铭记的画面之一 那说明 他的重量起码是厅长级别的 或者位置更高 面子更大 听着啊 对我们这些穷苦老百姓来说 吐口唾沫都能淹死了 李清巫轻笑道 虽然言语充满调侃 却不见他有丝毫的自嘲和泄气 也是 对于一个告诉自己 我艰苦 我艰辛 我坚持的女人来说 世上无难事 胜不交败不哪的执着走下去 总有出人头地的一天 这之前 并不需要羡慕谁 嫉妒谁 姐 那以后我也会有出息 坚决不给你们丢脸 李江朝一脸坚毅的说道 与曾经的李清巫如出一辙 这个世界 除非没心没肺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否则谁都需要扛起一片或者大片大小的天空 总有人需要在那片天空之下安稳的生活 出息并不一定非要做人上人 拼搏的时候也不能忘记这个道理 像咱爸那样 那也是出息 李清巫柔声说道 我懂 就像他 就算明天变得身无分文 他还是个爷们 李江朝咧开嘴笑着说道 脑海中浮现那个男人陪他坐在路灯下面抽着烟 说自己就是他娘的陈世美的情景 陈福生已经放弃对手里头各个地盘的指挥拳 但似乎谁都没有趁这个时候捣乱的念头 山中无老虎 猴子却没有敢撑大王 一切按部就班 以石清风私人会所为根据地的富泰的俱乐部 出具雏形 以成员方所制定的框架有点粗糙 可是以宋代为首的石清风领导层执行力和拓展水平都在水准之上 尤其是王解放和黄养神这批新面孔给石清风输送了新鲜血液 可以说这家专门面向有钱女人的新俱乐部 一开始就站在很高的起点 类似当初一名惊人的南京夜店皇后密码酒吧 狗王于寒亮重新执掌斗狗场之后 没有了新主子陈福生之前的黑拳阴招 斗狗场终于缓过气 即使远不如当初的规模和人气 可好歹在恢复着 狗王也逐渐有了底气 虽说总有点养人鼻息的味道 可在这个看狗还得看主人的年代 他这位狗王再没有底气也能够过上滋润日子 至于密码酒吧 没有内斗的阴影 具备大量消费力惊人的稳固客源 加上领导团队的卖力 尤其是原唇的越来越大放异彩 以及层出不穷的点子花样 密码很理所当然的重回南京夜场的头把交易 陈元芳转交给陈福生的烟沙娱乐场 这棵摇钱树依旧在每天哗啦哗啦的摇钱 他加上豆狗场和密码酒吧 成为陈福生搭取现金的最好工具 这也成为避免陈福生沾黑最大的资本 现在他不得不考虑自己的身份 违法犯罪的勾当 能少碰绝对是不去碰 做前老爷子的义子是一柄双刃剑 保不准哪一天老爷子的政敌 就要拿他做突破口 陈福生怎敢掉以轻心 老爷子说的对 大方向别走错 有现在的资源 不怕年轻的时候少赚几百 甚至几千万块钱 为端工那批元老和他们的手下 已经都开始漂白 手脚不干净的 也都强制性的金盆洗手 陈福生甚至打定主意 不靠他们来盈利 只要他们能够养活自己 控制住人力资本 不让人才流失 就算是达标 哪怕需要他这位大哥 掏出钱来养活 陈福生也不眨一下眼睛 有兵有枪杆子 才有话语权 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 陈福生暂时不打算解散掉 为端工遗留下来的队伍 其实他还是有点私心 小时候偶尔有机会看枪战黑帮片 觉得双方火拼 或者某位大佬撬了 能够动辄喊上几百号小弟喽啰 那绝对是牛逼哄哄的 陈福生也偷偷的期待过这一天 某个大雨天 一条大街 两排轿车 清一色的黑雨伞 黑西装小弟 对着他一个人 恭声的喊一声大哥 那个在省委党校 卖力充电的男人 也许被老的上位者 视作年轻有为 或者野心勃勃 被优秀女人 视作聪明知己 或者狡猾猎人 可是也许只有在远在青藏高原上 如彗星般闪耀崛起的兵王 知道他只是一个从小就喜欢做梦的孩子 至于到底是梦想还是野心 只能够等待 陈富贵在等 曹监甲在等 已经躺入小坟包的张家寨老陈家 疯癫老头子 也在等 这个周末 山西某个土财柱 不知道从哪里搞了两条斗狗 气势汹汹地杀过来 一条意大利的纽玻璃盾 一条据说是西藏河区地区 偷猎到的上笔藏壕 有点砸场子的味道 在斗狗厂撕混过一段时间的玩家 其实都知道 藏壕没什么神话色彩 尤其是圈养培育出来的品种 放进豆狗厂绝对没有外界炒作 两头就能咬翻一头金钱豹的实力 不过野生藏壕确实不容小觑 尤其是河区一带出来的大家伙 豆狗厂方面也不敢掉以轻心 于寒亮将玉池功德那针大佛请过来 可惜没有看到那条守山犬的踪影 据说是铲子了 所以老人带了两头牛头梗 和一条阿根廷镀膏过来 土财柱方面一下子砸下四百万赌金 加上厂子外围的投注 最后的压轴比赛 估摸着能赢就是千万真金白银的进账 按照他现在跟老板陈福生制定的分红约定 假如加上这场比赛 这段时间狗王已经有近五百万的收入 跟以前给魏端公卖命上升了一个级数不止 这时候于寒亮才明白 陈福生早前所谓的 你他妈少跟我掏心窝子讲义气 你给我面子 我就给你银子 肚子里头忍不住的唏嘘一番 于寒亮询问老人的意思之后 就跑过去问那位过江龙具体怎么个玩法 是不限权种的一对一 还是干脆二挑二 山西那位款爷爷好爽 瞅了一眼角落里两条蹲在老家伙脚下的牛头梗 体型完全跟他的大宠物不搭掉 感觉就跟大汉欺负小猫孩一般 不过老家伙背后的杜高貌似挺凶悍 大款最近才迷上斗狗 家里头管钱的母老虎 见自家汉子好不容易把注意力 从小明星身上转移到相对顺眼的东西上 也就由着他一掷千金 买狗雇人 一下子就大半千万打了水漂 土财主眯起眼睛笑着说道 我就带了两条 要是单条 一胜一负就不好玩了 这样吧 我这边两条 你那边也牵出两条 全丢进场子里 于寒亮心中冷笑 故作姿态的思量犹豫 然后才面有难色的答应下来 浴池老人带出来的牛头梗 也许单条实力 无法披靡顶尖的杜高比特 但是两条牛头梗加的一起 并肩作战 那就不是一加一等于二那么简单了 于寒亮瞥了一眼 跃跃欲试的藏壳和扭波利盾 心中感慨道 哥们 没有金刚钻 千万别随便揽此起活啊 浴池老人亲自把两兔爱拳送进笼子 然后按照老规矩 坐在不远处的椅子上 抽他的中南海 以前是陈福生送言 后来是关门弟子王解放 接下来就是跟他练拳 没有多久的唐耀国 这孩子的底子和天赋 都是马马虎虎 能够入法眼的也就四个字 质朴新城 老人抽着烟 对人心 他是从来不敢抱有过高的期望 现在只期望王解放 能够把他一身的把势传下去 再就是二狗那个年轻人 可以继续往上爬 一人得到鸡犬升天 如此一来 他守着的方家也能沾光 一想到那两条小守山拳崽子 老人就会会心一笑 场上的牛头梗 是他花了大心血 培养出来的斗狗 是秘密的王牌 如果不是念在余涵亮 以往对方家还算尊重 现在又重新归顺了 魏家代言人二狗 他是绝不肯卖这个大面子 两条就像是披上牛皮的搏纱工具 将配合生疏的藏熬和纽玻璃顿 似要的血肉模糊 一进场就是一边倒的态势 如果不是山西土财主 输了比赛之后表现得暴跳如雷 一副提刀杀人的架势 压错宝的 就又以为是双方串筒好了来骗钱 不过真正的老狗王御池功德坐镇 深知斗狗场规则的输家 还都算福气 一口气给自己赢了一麻袋钱的余涵亮 喝水不忘挖井人 跑到准备走后门离开的老人身前 感激的说道 御池老爷子 这次真得谢谢您老亲自出马 我不是帮你 你和陈福生之间那点恩怨 我也懒得管 只要你别对不住魏家和方家 否则 以后就算有陈福生保着你 我也能照样打断你的狗腿 老人不客气的说道 停下脚步 抚摸着肚高的脑袋 两条参战的牛头梗都没有大碍 见余涵亮要酝酿些什么 不耐烦的老人挥挥手 静止离开 第二百八十二章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一个农村刁民的逆天人生 其也如老龟 死于无名 其胸如鸡鹰 佛鸡北方 其父如寿虎 松明皆实 前一步 英雄 退一步 奸雄 于是 陈二狗貌似很荒诞的 前前后后 静静退退 像个应该挨千刀的妖命 那触号 陈二狗的他 能否打拼出 仪式荣华 畅想听发 敬请您收听 风火戏诸侯的 长田都市小说 陈二狗的妖灭人生 演播 我影随风 欢迎大家收听 第283章 义子 祸水 里外不是人的狗王 摸了摸鼻子 叼起一根烟 哼着小调走出斗狗场 身后边 尾随着几个 新收的喽啰 疾风之进草 前段时间 经过与陈福生的 一场争斗 墙头草们 都暴露出本质 得势后的余含量 就干脆招聘了一批新人 少数在他落难之际 没有背信弃义的小弟 也得以重用 现在他身后跟着的 两大衣小 都是瑜伽村 沾亲戴故的人物 一个跟他平辈 刚从橘子里头出来 早先就跟余含量一起 替魏谦翠打拼 还有一个绰号土狗的青年 按照辈分 算是余含量的书 余含量刚出道那会儿 横行乡礼 带着一帮小流氓 得谁讹谁 稍微成熟一点 就不在自己村子里 欺男罢女 偶尔还会给同村 摆平一些纠纷 这十几年下来 竟然也博得一点口碑 同村的长辈们 都念到村头鱼木匠的儿子 不是个豪宰子 但是有良心 例如土狗身后的孩子 就是余含量 做的一件功德事 孩子名叫牛蛙 长得黑不溜秋 就跟一只土蛤蟆 没啥两样 这玩家里悲苦 父亲当年花了所有积蓄 买了个云男婆娘 结果陆续的生下 两个孩子之后 就跟一个偶然来村里 赌钱的外地汉子跑了 牛蛙他爹也倔 硬是不肯把孩子 送出去一个 坚持要两个 都由他一手养大 前两年 好不容易把大儿子 养到送去当兵 一次过年喝多了 也不知道是乐极生悲 喝到桌子底下 带着哭腔叫嚷了一些胡话 就再也没有能够爬起来 小儿子牛蛙当时才十一岁 于寒亮那会儿 恰巧和老婆孩子上坟祭拜 亲眼见到这孩子送葬的一幕 给他苦命的爹 一连磕了百来个头 一开始还有人劝 可愣是没人拉得起来 后来也就没人劝了 知道这个孩子孝顺 当时天下着大雪 于寒亮在远处抽着烟 望着那个单薄消瘦的可怜身影 感触颇多 勾起了不少回忆 事后专门了解牛蛙的品性 鬼使神差的让牛蛙做了他的干儿子 这小子是快饱 读起书来 就跟他干爹拐骗良家妇女一样顺流 打架也丝毫不含糊 村子里头敢骂他是杂种 或者没娘孩子的孩子 或者少年基本上都被他打遍了 打不过的他也能够满头是血的堵在别人家门口 不要命的降中 所以没谁敢招惹他 七八岁就跟村里一个老猎户上山狩猎 不穿鞋比穿鞋跑得还快 学校运动会上长跑项目 他就跟玩命一样 于寒亮偶尔会想起 道上传言新主子在东北的一些悲苦往事 如果属实的话 那说不定牛蛙还真能讨他喜欢 像是一类人都是守山犬 牛蛙 你不是一直想要一条草狗玩吗 回头我帮你求一条过来 运气好的话准能成 于寒亮扎巴的香烟笑道 虎毒不食子 他是打心眼里头疼爱这个少年 所以帮他在南京市区安排了最好的学校 知道牛蛙一直想要养一条狗 以前是家里穷 连人都吃不饱 所以有心无力 于寒亮经营着东南沿海一带最大的斗狗场 所以一直想要给一子安排一条血统纯正的好狗 没奈何这小兔崽子就想要草狗 比特牛头梗什么的都看不上 说那不是狗 于寒亮对这个一根筋的孩子也没辙了 这会儿灵光乍现 有了个胆大包天却未必不可行的想法 鱼哥 还有你求不到的狗 绰号土狗的青年诧异的说道 在他看来 好狗就都在斗狗场了 当然听说过那个叫玉池功德的老头那里有七八条一等一的好家伙 老子又不是天王老子 在南京比我猛的家伙没有上百号 起码一双手肯定数不过来 于寒亮笑骂道 刚蹲完监狱的中年男人错过了于寒亮与陈福生的厮杀 可不代表他不知道陈大公子的手段 现在监狱里头流传有不少相关陈大公子黑白通吃的事迹 说他吞了一条重庆过江龙 那是一般人无法验证的事情 可是前不久一个大腿上被捅了好几刀的人 说是在陈大公子的场子闹事 被丢进橘子之后差点被整死 简直就是每天换着花样往死里修理 没挂那就是奇迹了 最近的小动作才消停下来 那家伙大难不死 在里头缓过气之后就开始吹嘘 最喜欢给别人描述陈公子哥 亲手捅他那几刀的情景 差点被他扯成演绎小说 所以现在许多监狱里 有很多陈大公子的版本 但是个个都充满高人风范 这个中年男人自然也听说过 一开始他还不太相信 从余涵亮的嘴里亲耳听到陈福生 以及有关周小雀和白马叹花陈静之的手腕之后 被震撼了一身冷汗 心想 这群混世魔王 那才是真正的混江湖啊 自己这伙儿啊 纯粹玩票过家的呢 因此他一点都不奇怪 余涵亮说话行事越来越谨慎低调 余涵亮在一个小凉亭的石凳上坐下 这玩意儿是新主子按照某位高人指点修建的 说是有利于藏风俱水 事实证明这还真有点意思 斗狗场的生意是越来越红火 狗王抛给几位自家人一人一根烟 还不忘记给已经快十三岁的牛蛙一根 面孔幽黑 就一双眼睛炯炯有神的少年憨憨的一笑 老气横秋的夹在耳朵上 他喜欢收集香烟 然后在回村子之后 一股脑的送给于老虾 也就是那个肯带着他上山打猎的老头 那老人孤苦伶仃 牛蛙年纪又不大 他那个几乎没上过一天舒坦日子的老爹 文化程度也不高 甚至可以说没有一丁点文化 可是宁肯捡破烂 也要一个人带大他们兄弟的驼背男人 用一辈子跟他们两人讲了一个最浅显的道理 做人不能忘本 不能没有骨气 牛蛙其实知道 已经走了的爹 其实只是想证明给那个娘看 没有他 他也可以过很好的日子 牛蛙抿起嘴 安静沉默着站在狗王于寒亮身后 即使做了村子里头最大人物于寒亮的义子 他现在跟大人一起吃饭 也一样会端着碗站在一旁 现在我知道 为什么他能让前老爷子和那么多女人倾眼相加了 于寒亮瞥了一眼身后的干儿子感慨说道 看着今天的牛蛙就像在看那个人的年轻岁月 狗王重重的吸了一口烟 我相信他会喜欢你的 我就是贵 也要给你求了一只守山拳崽子 说 这次我们赚了不少钱吧 牛蛙习惯喊于寒亮书 嗯 不少 走 拎上钱 咱买东西去 就当是给你买狗的钱 于寒亮掐灭了烟头 猛的起身 豪爽的笑道 拎多少 买什么 土狗疑惑的问道 全部 于寒亮沉声道 老子也当一回拎几麻袋钱去买车的爆发户过过瘾 这次我要买辆宾利送给那个家伙 否则我都不好意思开口要狗 他身后三个人目瞪口呆 什么草狗这么金贵 狗王这次是真的对陈福生心悦诚服了 他要给牛蛙铺一条阳光大道 未必就不是让自己搭上一座中南洁净的独木桥 漂亮的女人月幕 成熟的女人月心 那么漂亮的成熟女人当然就是赏心月幕了 周经哲无疑又是这类女性的佼佼者 征服她 那绝对要比征服一两个二线走血明星或者当红女主播来得有成就感 一来他顶着昔日南京第一美女的头衔 二来他是魏端公的女人 所以与魏公公有芥蒂心结的都喜欢招惹大美人周经哲 知道陈福生与他关系暧昧的寥寥无几 否则周经哲周围的苍蝇也会少掉大半 总体来说 偌大一个南京城 年纪相貌和家事修养都能跟周经哲般配的男人不算稀罕 最近就有一个278的高干子弟对周经哲展开了迅猛攻势 送99朵玫瑰到周经哲公司天天不断 直到听说那些玫瑰都被转手廉价卖给了花店 公子哥才罢休 以每两三天约一次的频率邀请周大美女 借口也绝不重复雷同 一被拒绝也从不纠缠 而且都是一些类似去南京大学听私募讲座的邀请 跟那些动不动就是吃西餐喝红酒的庸俗男八干子打不着 这种绵绵不休的攻势已经持续了将近两个月 周经哲最后在拒绝参加他举办的一个桌游聚会后 反过来请他一起喝茶 他的意思是要跟他挑明了 随便找个借口让他别浪费时间 他现在着实没有经历应付经验老道的追求者 他一向不屑玩暧昧游戏 周经哲拒绝对方的兴师动众 随便挑了一家比较安静的茶馆准时到达 男人已经提前在茶馆的雅座等候 周经哲能够清晰捕捉到他眼中竭力掩饰的一抹经验 他压下略微的不快坐在他对面 要了普洱茶 他这次的对手名字叫少伟 周经哲年轻的时候喜欢根据男人的综合素质打分 例如家境一篮按着家产打分 如果是军方背景就按着军衔加分 总之他有一套完整的打分系统 奇奇古怪 后来鉴于追求者实在不计其数 他就放弃了那个数字游戏 眼前的少伟粗略计算一下 大概在60分左右 属于拒绝时候可以泼开水 而不是热咖啡的那一类幸运儿 别奇怪周经哲的大牌 当年如日中天的魏端宫也就烤了个81分 其实若非被家境拖累 一张容颜就能够打败所有女人的周经哲 也许能够成为第二个黄丹青 他当初如果没有匆忙的嫁入魏家 再熬上一熬 熬到大太子爷柴进之的老爷子去世 那他可就是太子妃了 少伟哪知道周经哲的心思 以为终于京城所至金石围开的打动了大美人 在他看来 一切有欲解和恋母情结的男人 碰上周经哲都只有缴械投降的份 不过高材生少公子虽然花了大心思追求他 却还是没有明媒正取的念头 这是他的底线 他只想精心的圈养一只金丝雀 打扮整齐到精致程度的少公子 笑容灿烂迷人 他有一颗好脑子 肯将学习上的天赋套用在情场上 知道国采重常 所以不冒进 肚子里头有大把剑走偏锋的小法子 例如玩点小魔术 或者搬出曾经去贫困山区爱心之教一年的花招 虚虚实实 情场上一直所向披靡 这次在小圈子里头夸下海口 要在三个月之内拿下周经哲 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毕竟在他的圈子里 少公子是号称胜率百分百的百人斩 能胆子大到出门不化妆的女人 不是自暴自弃 那就是货真价实的天生励志了 少公子微笑道 讲了一大通的普洱茶去世 见气氛融洽就小小的拍马屁 其实他对茶叶一直没有太大兴趣 属于喝可乐喝咖啡长大的那群富家子弟 不过既然约在茶馆里 他也就恶补一次 对于一个能够轻松拿到剑桥大学学位的家伙来说 为了一位单身角色 死记硬背一点茶叶知识 绝不是什么难事 周经哲一直处于高度免疫状态 少伟说什么他应付什么 不清高冷傲也不做作附和 反正他一开始就打算喝完一壶茶就分倒扬镳 老死不相往外 少公子怎么了解周大美女的绝情啊 秀着她的口才 殊不知她用在其他女人身上无往不利的战术 在眼前女人身上根本就是毫无意义 周经哲轻轻喝了口茶 心不在焉 没来由的想起了某个人在他生活里留下的痕迹 继而又想到一个比喻 一头野猪闯入了葡萄林 漂亮的女人尤其是太漂亮的女人 都不太喜欢思考深奥的问题 周经哲也不例外 他不晓得这个道听途说来的比喻恰当于否 只是有些伤感 都说这世道的水灵白菜都给猪拱了 可是自己这颗白菜还能水灵多久啊 有些伤感的周经哲低下眉目 凝望着手中的慈悲 完全忽略了对面眼神炙热的男人 周经哲抬起头来微笑道 你知道我有个在英国读书的女儿 我知道 少公子心中狂喜 故作镇定 你真的不在乎 周经哲问道 眼中的笑意不知道是期待还是细虐 不在乎 少公子坚定道 没有丝毫的犹豫 他是真不在乎 瞎子都看得出来 魏东虫那是个不折不扣的美人披子 他为什么要在乎呢 母女花 而且还是世花区别的母女童眠 那是多少雄性生口的终极理想啊 少伟当然不在乎 如果没记错 我比你大六七岁吧 周经哲笑道 很坦然 他十八岁嫁给魏端公 虽说魏东虫已经上英国的私立中学 但是年龄实际上只有三十五岁不到 对于一个天生励志和保养完美的少妇来说 他漫不经心的一个眼神 就能把年轻他十岁二十岁的女孩子彻底比下去 女大三抱金砖 大六岁不就是等于抱两倍金砖而已 少公子淡定的说道 我很感动 周经哲嘴上说感动 可却没有丝毫感激的神情 喝完茶杯中最后一口普尔 可惜 我不喜欢穿耳洞的男人 少公子脸色巨变 解释道 那是年轻的时候闹着玩的 我也不喜欢话多的男人 尤其是那种南京腔特农的那种 周经哲平淡说道 少公子脸色难堪 一只手死死的握着茶杯 另一只放在桌子底下的手攥成拳头 本来他以为 这双手今天就能够碰触到眼前大美女的肌肤 所以迟半个月 就能闻火慢顿的把他忽悠上床 肆意的卸完 这段时间 趴在一个晚上要五千多一匹的扬州兽马粉嫩肚皮上 他脑海里头全是周经哲的模样 尤其渴望自己的双手在他身上游走的香艳 只能预料现在的变故 还有 我不喜欢好人 好人命都不长 我不想做两次寡妇 周经哲冷笑道 对于他将爱心之教做情场资本那一套最为反感 何况他八成根本就没去过贫困山区 这根本就是面目可憎的死罪 周经哲真佩服自己能够忍到现在 经哲 你是不是有忠义的男人了 少公子黯然道 一股怒火却隐忍不发 他还在垂死挣扎 周经哲实在太过诱人 即便放下部分自尊 他也觉得是值得的 有 周经哲点头道 并没有否认 是谁 少公子咬牙道 他现在只想知道输给谁 感觉到被周经哲玩弄践踏的怒意 全部转移到那个未知男人身上 他有不少圈子里头混的大痞子 有的是给前就出力的亡命之徒 你知道不知道有意义吗 周经哲瞥了一眼脸色阴沉的男人 这么快就撕破斯文脸皮了吗 有 少公子眯起眼睛说道 死死的盯着周经哲让人垂涎欲滴的脸庞 他完全无法想象另一个男人在他身上驰骋的场景 哦 他姓陈 当然不是一个好人 周经哲笑道 还有 他是一个有父之父 周经哲玩了一个无伤大雅的恶作剧 不知为何 少伟的追问让他不由自主的就把陈福生招供出来 而且说出口之后格外的心情舒畅 他告诉自己 就当是那家伙在电梯里头倾薄他的利息了 有父之父 从无败计 所以骄傲如公孔雀的少公子疯了 他开始面目猙獰 周经哲饶有兴致的欣赏自己的杰作 他喜欢把一个男人活生生的逼疯 这是他认识陈福生从良以后许久不曾玩的游戏 你难道不介意吗 少公子觉得这个问题等于把自己最后一点颜面交到眼前女人手上 等着他坐着 没良心的大美女果真没有让他失望 奄然笑道 为什么介意啊 给他做小蜜挺好玩的 惊心动魄呀 我这种女人 名分呢 家产呢 什么的都无所谓了 周经哲这话倒是没有完全撒谎 他和陈福生之间的业务员确实牵扯出一连串的扎舌事件 连被包养也无所谓 少公子彻底崩溃了 见货两个字到了嘴角 还是被他硬生生的吞回去 周经哲使劲点头 拖着漂亮如桃花的腮帮子 故意做出一幅 想起那个男人就一脸甜蜜的表情 论演技 周大美人那是炉火纯青到能够跟陈福生合伙搭台的彪悍 所以这一脸纯真的幸福容颜 无异于在少公子的伤口上撒盐 狠狠的在桶上一刀啊 你个婊子 少公子终于顺理成章的吐出婊子两个字 周经哲缓慢的倒了一杯茶 顺势破了他一脸 不急不缓的说道 老娘就是他的片头 你咬我呀 你要是敢现在杀到省委党校 跟那个叫陈福生的家伙挑明了 说要跟他抢女人 然后还能不缺胳膊少腿来到我跟前 我周经哲二话不说 立即跟你开房间上床 你敢不敢 被泼茶水的少公子 想要扇周经哲的耳光 最后却偏偏没敢出手 一直到周经哲优雅起身 甩出一碟人民币砸在桌子上扬长而去 这位从记事起 仿佛就没吃过亏的男人 才回过神来 一拳砸在桌子上 打了个电话给一个死党 阴沉的说道 帮我查查在省委党校里头的陈福生 别管什么事 我要这王八蛋吃不了兜着走 没等少公子挂掉电话 他发现对面位置坐着一个面目俊秀 神情古板的男人 他叫周小雀 那是在道上能跟白马探话陈庆之玩单挑的猛人 显然今天谁吃不了兜着走 再明显不过 周经哲离开茶馆的时候 心情格外酣畅 坐进他那辆陈福生已经临幸过几次的奔驰坐驾 掏出手机给正在党校进修 却还是被他祸害栽赃了一回的男人 发了一条短信 老公想你了 很快某人就回复了一条 老子是预备党员 然后周大祸水 一点都不淑女的踢掉高跟鞋 拿着手机捧腹大笑 第283章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一个农村刁民的逆天人生 其爷如老规 死于无名 其凶如鸡鹰 活及北方 其父如寿虎 东名皆实 前一步 英雄 退一步 坚雄 于是 尘二狗 貌似很荒诞的前前后后 静静退退 像个应该挨千刀的妖女 那处好尘二狗的他 能否打拼出 仪式荣华 畅想听发 敬请您收听 风火戏诸侯的长田都市小说 陈二狗的妖灭人生 演播 我影随风 欢迎大家收听 第284章 兄弟 密码酒吧的生意 越来越火爆 俨然是南京的夜生活标杆 皇后袁淳则愈发清纯 像一朵白莲花 在圈里圈外 鸣声雀气 就要去上海分店 做老板了 密码旧老板罗开泰 调制着一杯鸡尾酒 笑望向抽空陪他聊天的圆唇 现在这个闺女可是大忙人 能看着他亲手挖掘出来的金子 一点点发光 他觉得当初被陈福生插了一刀 很值当 他现在就是来给酒吧打打杂 出点小力气 就当是编怀往昔岁月了 上海那家由江亚楼的心腹大将坐镇 再过一段时间杭州分店拍起来 我才是老板呢 圆淳笑容灿烂的说道 你现在可开朗多了 我得谢谢咱们大老板 可惜我不是女的 不能以身相许啊 罗开泰打趣说道 圆淳微红着一张俏脸 喝着矿泉水 不说话 没想到 大老板只不过是一酒瓶子 小宝和邻居那两个家伙 就完全变了一个人似的 一个再不敢胡家虎威胡乱开游 对待来酒吧主唱的美眉 就跟对待亲妈一样 当官衣娘娘供着 端茶送水不说 还经常自己出游费 送他们换场子 真是脱胎换骨了 还有一个 以前都不拿正眼瞧我这个大叔 现在也懂得碰面就地烟 遇上难缠的顾客 也知道陪着笑脸 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 还真难为那小子了 拗着性子做奴才 确实不容易 罗开泰感慨说道 他现在都称呼陈夫生为大老板 密码酒吧的员工也是如此 现在这个社会 一个机遇多难得呀 加上他们都是底层混的 肯定更明白机会比钱更值钱的道理 他是那种只给一次机会的老板 谁敢乱来 袁纯笑道 他还是一身清爽简约的打扮 以前穷的时候是如此 现在抓住了机遇还是如此 以后发达了 也是一样 现在从袁纯身边路过的十有八九都会喊上一声圆解 他起初对此很不适应 听着听着也就习惯了 小纯我多一句嘴 以后别因为情感问题和大老板生疏了 罗开泰语重心长的说道 袁纯愣了一下 点了点头 凌晨一点钟左右 林军接到黄养神电话 说兄弟几个一起喝酒 老地方不见不散 他就拉着余云豹去跟密码经理先请个假 然后赶往一个他们几个以前经常聚在一起吃夜宵的摊子 如今黄养神和余云豹都开上了车子 也吃得起南京最贵的一品鸡 而且还是他娘的双飞 想飞几次就飞几次 这狗娘养的人生啊 在密码酒吧卖力到卑躬屈膝地步的林军沉默着喝着酒 越来越人模狗样像个上流人似的小黄 把他们喊出来也不说事 他们哥几个也都不急 林军转头看了看西装革履起来的小宝 再望了望在东山高尔夫跟世外高人打船 养出一身浩然正气的糖尿果 都变了 仰起头喝了一口啤酒 嘴角苦笑 自己何曾不是变了呢 以前那些满嘴油腻勾肩搭背 四个光着膀子在马路上吼故乡 然后去狗窝里挤一张破床的青春日子 一去不复返了 听你所听 想你所想 畅想听吧 你的快乐私塾 神w.dxp8.com 我把张雨和甩了 黄养神终于开口 咋整的 他可是条大鱼啊 林军皱眉道 他虽说不太喜欢张雨和的精明 可对目前的黄养神来说 是块很高的跳板 没有踩上去实在太可惜了 就是想换换口味 黄养神笑道 林军翻了个白眼 无可奈何 知道这个兄弟极有主见 不撞南枪不回头 他也不想浪费口水 屁 有消息说 是这个小子 在办那个什么俱乐部的时候 钓上新马子了 一个离过婚的女人 据说他家的背景野牛 啥级别我不知道 反正肯定比张雨和 那小狐狸精的老子要高 你们也都知道 养神什么时候 到手的便宜不占了 于云豹美好气的说道 真的假的 玩起贵妇了 林军笑骂道 真的 那女人是女王 处处主动 我这段日子没少受折磨 是俱乐部一个新会员 帮我介绍的 说是我跟他朋友 一个初恋情人长得很像 然后就勾搭上 那妞跟我认识 第一天就上了床 妈逼得张雨和到现在 都没让我脱下裤子 都是女人 这差别也太大了 我看他是真要跟我结婚 否则我真没办法 忍受一个娘们 骑在我身上高潮 他具体体系我不清楚 反正比张雨和那家 肯定要高出两个级别 不就是被骑吗 老子认了 总有老子翻身做主的一天 黄养神猛的灌了一口酒 他说了 随便领个证 去欧洲度玩蜜月 然后陪他去广东那边玩走私 看他那架势 属于家里老头不倒 就是天塌下了也没事的那种人 你们说 我是不是得感谢我妈给我生了这张脸呢 真出息了 我这个没让他脸上有光一天的孝顺儿子 到头来 还是得靠脸吃饭 林军 于云豹和唐耀国三个人沉默不语 那神仙哥那边怎么办 于云豹轻声说道 只能欠他一个大恩了 以后有机会 我一定会报答 黄养神叹息的说道 有愧疚 有感恩 有遗憾 百感交集 挺可惜的 我们四个不能一起打天下了 唐耀国干了一瓶酒 眼神黯淡 兄弟四个刚刚事业起步就要分散 怎能不伤感 我不是那种心甘情愿屈居人下的人 陈阁也看出来了 所以早点走也不全是坏事 大不了以后混不下去了 再回来找你们讨口饭吃吗 黄养神故作轻松的说道 其实他心底里很希望 再能够待在陈福盛的身边 多学点为人处事的本事 他知道那才是真正的财富 无法用金钱衡量的那种 拍了拍于云豹的肩膀 可惜啊 没能见到你破了处男身 神仙哥说了 男人第一次得给正经女孩子 于云豹咧开嘴傻笑 神仙哥的话对他来说 那就是圣旨 黄养神欲言又止 他本来想提醒小宝 别对老板忠心耿耿到余中的地步 可是话到嘴边还是作罢 傻人有傻福 由他去了 那个女人靠谱吗 林军忍不住问了句废话 我都陪他进省委大院 和他爷爷一个老部下吃饭了 骗子要是有这本事 我认哉 黄养神苦笑道 他用牙齿咬开一瓶酒端起来 来 兄弟 都顺风 四只酒瓶子狠狠地撞在一起 第284章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一个农村刁民的逆天人生 吉爷如老规 死于无名 吉兄竹鸡鹰 国鸡北方 吉父竹寿虎 东鸣皆实 前一步 英雄 退一步 尖雄 于是 成二狗貌似很荒诞地 前前后后 静静退退 像个应该挨千刀的妖女 那绰号成二狗的他 能否打拼出 仪式荣华 唱响听发 敬同您收听 风火戏诸侯的长田都市小说 陈二狗的妖灭人生 演播 我影随风 欢迎大家收听 第285章 善缘 有些时候 陈向瑶听曹尖贾授课的时候 李青乌便会插进来 然后三个女人一起去菜市场挑菜 一起做饭 因为陈向瑶的吸收速度惊人 差不多把曹尖贾的知识储备榨干了七七八八 所以曹尖贾准备让他接下来自主学习 受人以鱼 曹尖贾相信 以陈向瑶的灵会 很快就能成长为独党一面的全能型人才 吃完午饭 陪着孕妇及老师 在小区散步一圈 陈向瑶就回去打理开张没多久的店铺 李青乌陪着曹尖贾继续闲逛 身后自然跟着孔道德 暗处则有董治饼 加上其余的安排 这座小区的警备实力 让人叹为观止 青乌 有没有给福生做事的打算 曹尖贾轻声问道 李青乌神情讶异 并没有立即给出答案 不急 曹尖贾挺着大肚子笑道 等福生不给别人打工了 到时候再去挖你 财务这一块交给你和向瑶 我才放心 我知道很多事情你都知道 我们家福生有些生意都不在台面上 掌柜的是外人 不安全 向瑶心思缜密 你大局官出众 相辅相成应该是最好的搭档 当然 你们都还需要职场的磨练 市场才是最好的老师 我看好你 姐 我只是个朝九晚五的小白领而已 我怕担当不起你的期望呢 李青乌为难道 搀扶着能够让任何一个女人自残行贿的曹尖贾 内心震惊 他当然清楚 能够让许多高人24小时保护妻子的陈乎生 不是一般的生意人 也揣测出一个可以搬动厅级干部 去学校演戏的男人 能量绝非寻常 对这个一黑一白 左右逢源的重量级角色 关键他为人处事各个细节上 还都不是一般的出类拔萃 李青乌说不动心 那就太矫情了 正因为他高不可攀 遥不可及 他才越来越敬畏和小心 你其实跟福生很像 你们这类人只是缺少一个平台 绝不是没有实力 不过在这之前 我希望我稍微操之过急的提议 不会打乱你的生活步骤 说实话 我很喜欢你一贯以来的充实生活 紧张 上进 像一朵向日葵一样 曹尖贾温柔的笑道 向日葵朝气勃勃 真是有点羡慕啊 李青乌红着脸 无言以对 每次面对优秀到近乎完美的曹尖贾 他都带着一股纯粹的崇拜和忐忑 他经常会问自己 那个陈福生到底强大到何种境界 才能让曹尖贾这样的女人 甘心与世无争 青乌 有没有心上人 曹尖贾笑问道 李青乌赶紧摇头 想知道我是怎么跟他认识的吗 曹尖贾摸着肚子 笑容母性而璀璨 李青乌使劲点头 曹尖贾唯唯道来 李青乌则竖起耳朵 不肯漏掉一个字 故事很精彩 言语平静 却是处处无声起惊雷 唯一的遗憾 恐怕是这个温馨的故事 似乎简短了一些 再就是由相识到圆满结婚后的生活略微平淡了一点 似乎察觉到李青乌的心思 曹尖贾微笑的说道 哪来一直跌宕的爱情啊 平平淡淡才是真 等你爱上一个人 再跟他结婚 就知道书上用宽容 奋进 温柔等等 那么多词汇来形容一个男人 是件很空洞的事 其实 男人能够让女人觉得柴米油盐十年 几十年 甚至是一辈子 也不面梦可憎 那就是好老公了 我家那个 可是一个了不起的家伙 当然 他也有缺点 也会犯错误 不过一想到他那么拼命 比因为穷而攻着身子 还要努力做人 我就觉得一切都很美好 能像他娘做了十几年那样 在家开着灯等他 能给他做饭煮茶 和帮他洗脚 能够怀上他的孩子 我很知足了 李清乌轻轻地呼吸 生怕打扰了什么 曹天贾最后说了一句 李清乌不理解的话 所以 我宁愿他现在多犯点错 没有我不能原谅的错事 李清乌望着曹天贾 隆起的肚子 小心翼翼地感慨 陈平陈安 你们有一对 很好很好很好的父母 陈向瑶盘下两家 毗林面店 开了两家店 一家书店 一家花店 目标很低 不求盈利 只求不亏 花店叫狗尾草 书店叫肩胛 花店里头两个店员 一个相貌中规中矩的年轻女孩 一个说不上是胖 还是壮硕的青年 书店的员工倒是挺有书卷气 戴了副黑矿眼镜 明眼人都瞧出来 这位人兄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而在店主 陈向瑶 既然是个懂得曲线救国的主 也就不至于弱智到急着撕破那层纸 一开始 隔壁花店的女孩 就对同伴没有好脸色 因为那个胖子一天到晚 闷不吭声 除了干活就是自言自语 就跟精神病一样 加上长得又不太对得起党和人民 相反 书店那位就顺眼太多 在看到店面不远处 那辆丰田轿车之后 他就更是频频的向丰田眼镜男 抛妹眼 可惜因果报应 他瞧不上胖子 眼镜斯文男 也看不上他 结果他就把气撒到了胖子头上 所幸那个胖子虽说有点神经质 貌似本质上还是属于木讷憨厚的范畴 对他的调刺无动于衷 胖子 把地寨扫一遍 女孩一见漂亮店主进入书店 立刻展开了有关他勾引白马王子的丰富联想 气就不打一处来 胖子自然而然就成了他的出气筒 其实身材并不算臃肿的青年 还是老老实实的去重新打扫一遍 胖子 把百合和康乃馨换下位置 女孩并没有因为他的逆来顺受 而减少内心的烦躁 对于一个脾气本就不好的女性 恰巧很不幸的来了立架 那简直就是一座移动火山 胖子依然对他的指手画脚没有意义 出门倒垃圾的时候 看到两个夫妇模样的老外走进了书店肩夹 肩夹里的书都是店主去书商那边一本一本逃来的 甚至会上网邮购 而且他还会自己定制精美会员卡和书签 全部免费赠送 这样做生意能赚钱才怪 唯一的好处就是口碑极佳 附近几个小区都是高档住宅区 所以客流量虽然不大 但素质都很不错 书店有很多外文书籍 不乏在南京定居的外国人前来翻阅 而每当碰到老外生意的时候 那个自称是南大研究生的眼镜男 就会大嗅他的英语口语 滔滔不绝 胖子见识过一次 感觉那家伙恨不得把自己的祖宗十八代都一口气抱出来 这种时候卖花的店员就都会无可救药的两眼放光 一脸的崇拜 胖子叹息一声 倒完垃圾就蹲在门口发呆 北京来一下 漂亮店主突然喊了他一声 胖子姓王名北京 姓名就透着股香吐气 也难怪一个店的女孩居高临下对付他 胖子挠了挠发型乱糟糟的脑袋 就小跑进了隔壁书店 原来两个老外是俄罗斯人 几乎不懂英语 眼镜男跟他们鸡同鸭讲了半天 也没沟通顺畅 然后美女店主就不得已搬出了秘密杀手锏 因为貌似在书店开张初期 就是这个不起眼的胖子 替他解围过两次类似尴尬 不过前两次都是德语 这次是俄语 死马当活马懿了 当初如果不是简介里头 有精通多门外语这一自我介绍 他也不一定会从众多面试之中选择他 事实证明胖子并没有撒谎 就德语来说 他听得出来 即便称不上精通 也绝对能够算是毫无障碍 当胖子神情平淡的 用一口眼睛男耳朵里的鸟语 与俄罗斯的夫妇交流 贤熟的给人错觉 就像这个死胖子正在菜市场 用南京的鲤语讨价还价 大白菜的价格 而不是一本阿哈马托娃的安魂曲 顺带着还探讨了一番俄罗斯文学 而这个被隔背利嫁女 视作废物的胖子 也应承下来 要给这对夫妇选购 现代俄罗斯文学史纲的任务 十分钟之后 俄罗斯夫妇朝着胖子竖起大拇指 心满意足的离开肩胛 而胖子则神态平静的 用中文对店主陈向瑶 大致的翻论一遍 丝毫不理睬眼镜男 手脚发颤的模样 然后返回花店继续打杂 陈向瑶望着胖子的身影 微微一笑 也不多说 回到位置继续阅读一本 经济类学术专著 为了能够抱得美人归 使出下基层体验 生活手腕的眼镜男 无比尴尬 漫不经心的打理着书籍 眼神大半都停留在陈向瑶身上 花店一般在下午五点半关门 而书店则会开到晚上十点左右 不过晚上五点半之后 就由他一个人来看店 眼镜男一立在五点半下班 他的丰田停在五十米外的街道上 今天花店有一个紧急的外送单子 胖子骑着一辆自行车赶过去 大概来回要四十分钟的车程 等他扛上大树的鲜花骑上车 吭吃吭吃的经过那辆丰田 发现副驾驶席上坐着一个非主流女孩 两个人大胆调情 手法狂野而奔放 大有不介意玩一场限制级车阵的放荡阵势 胖子犹豫了一下 还是敲了敲车窗 眼镜男一见是傻不垃圾的胖子 根本没搭理 咕隆的咒骂一声 继续跟非主流美女亲热 他家境优越 自身底子也不错 靠自己本事考进香港科技大学 不过后来因为一个女人和一款网游引发的血案 把学业给荒废了 不得已拖着关系进入浙江上工业大学 一直就是混 勉强混了个文凭 好歹也算是个全才 无聊的时候还可以写首诗 普曲子弹吉他 他也马马虎虎是一朵奇葩 被女人相到之后 就成了眉心眉肺的主 专找清纯美眉下毒手 认定相貌清纯的 那都是心肠狠毒的妞 所以近期的主要目标就是陈向遥 胖子不知好歹的接着敲了敲 眼镜男摇下车窗 破口大骂 你作死啊胖子 你有女朋友 胖子问了个的确有点弱智的傻逼问题 关你屁事 被打扰了兴趣的眼镜男怒道 那你最好自己去跟店主说清楚 胖子还是那副一棍子下去 打不出几个屁的温顺德行 说你个老娘啊 眼镜男怒极反笑 你追陈向遥可以 但是别玩花样 胖子皱了皱眉头 重新骑上车 我就说这么多 你们继续 我棒吃你大爷 眼镜男被戳中了软肋 恼羞成怒 下车一脚踹在那辆旧自行车的后轮子上 车子本就廉价 谈不上艺术和牢固 一下子就半散架的侧飞出来 幸亏胖子车技不错 最终还是连人带车 加上鲜花一起的安稳下来 胖子把花放在自行车的后座 走向了眼镜男 眼镜男马上就怂了 毕竟单论体格 他跟这个智商情商都不高的胖子 还是有一两个档次的差距 真要对抗起来 不说报仇 起码当时肯定吃亏 就在眼镜男左右为难的时候 美女店主不知道什么时候赶过来 问道 怎么回事 往北京碎花的时候 不小心把我车刮了 没事 都同事不打紧 我还要赶过去送我表妹去中国美院 她晚上还有课 眼镜男一脸蠢土道 副驾驶席上的非赌流美眉 也很配合的一脸无辜 估计这就是陈福生嘴巴里头的 肩肤淫妇剑吗 好 那你们先走吧 陈向遥微笑道 并没有深究的意思 丰田车如同一只斗圣的公鸡一般 缓缓离开 与胖子和他那辆自行车擦身而过的时候 非赌流美眉做了个鬼脸 眼镜男还不忘减慢速度 要是顺路我带你一程 胖子摇摇头 也没发作 等丰田车开远 他才去送花 只是多留意了一下车牌号 不过这个细微的细节 瞧在陈向遥眼中 赌气成分居多 他并非完全不清楚 眼镜男和王北京之间的猫腻 对两个人的脾性已经摸透了 双目失明的漫长岁月 迫使他学会去捕捉别人 不易察觉的角度 他的洞察力很多时候 彪悍到一针见血 就像眼镜男徐荣俊 第一天上班就让他感觉到他的浮躁 还有他自以为掩饰的 很好的虚荣心 而王北京 陈向遥有相当程度的好感 不是怜悯他在徐荣俊面前的木讷 当然也不是对异性的喜欢 说实话 有一个太过优秀的哥哥 某种程度上来说并不是好事 陈庆之相貌气度无需多说 虽说时至今日已经谈不上佳境 可是网上追溯三代 那就是响当当的大家族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陈庆之身上确实有一股落魄世子的味道 至于白马叹花的骁勇和忠意 已经是道上众所周知的事实 如此一来 陈向遥即便只想要安静生活 找一个普通男人过平常日子 再没有要求 也不太好找 关键在于陈向遥 着实对王北京这一类型 不是特别接受 他还是喜欢陈夫生那种 略微轻瘦却不担薄的男人 肉太多的汉子 陈向遥实在没办法联想 自己去小鸟依人一个魁梧男人的画面 王北京对他有意思 陈向遥知道 陈向遥对他没意思 王北京其实也一清二楚 路上出了点状况 王北京送完鲜花回到花店 已经是晚上七点多 从来不肯加班一分钟的女店员 早就撤离 等于是陈向遥一个人照看两家店 王北京独自打扫花店 突然看到陈向遥拎着一大两小三只保温盒走进花店 端过几根小板凳 拿出饭菜 招呼王北京吃晚饭 王北京也没客气 憨憨厚厚的半蹲在地上狼吞虎咽起来 一个农村刁民的逆偏人生 吉野如老龟 死于无名 吉凶如吉英 我及北方 吉父如寿虎 东名皆实 前一步 英雄 退一步 奸雄 于是 陈二狗貌似很荒诞的 前前后后 静静退退 像个应该挨千刀的妖女 那绰号陈二狗的她 能否打拼出 仪式荣华 唱响听发 敬请您收听 风火戏诸侯的长田都市小说 陈二狗的妖灭人生 演播 我影随风 欢迎大家收听 第286章 出关 陈福生从神尾党校出来的时候 已经是两个半月之后 理论课和一些类似培养团队精神的户外培训并不花费时间 主要是因为她在前老爷子的安排下 先后去了华西村和一家大型国企钢铁 体验体制内的斡旋旋旋 包括陈元书在内的许多人本以为这个家伙十有八九会在此期间闹出风波 没想到七八十天下来愣是没传出一点动静 最后党校考评 甚至连老爷子早就安排好的笔杆子都没用上 陈福生自己就交出一份传闻送达中央成为内餐的考察材料 虽说不知道老爷子在里头剁了多少功出了多少力 但陈福生毕竟是给出了让各方都满意的成绩单 内部传闻 据说似乎老爷子与打冷战的行政院郭老也重归于好 于是难免有好事者感慨 省里某方面的凝聚力是越来越不可撼动了 嘴上也只能说是好事啊 有利于团结 从那家远离省府的刚起赶回南京 已经是晚上七八点钟 陈福生把七八个年纪相仿 却明显瞧上去比他嫩了很多的年轻人丢到密码酒吧 自己则第一时间回到小窝 陈福生并不是一个于府刻板的男人 否则他的身边虽不至于红颜环绕 但他也是一个距离感清晰底线严格的男人 要不然以他今天的位置和城府 养个把小金丝雀小蜜什么的太简单了 也许是太忙 忙到只能够清心寡欲 吃饭了吗 曹尖家柔声问道 陈福生则傻乎乎乐呵呵的蹲在他脚下 轻轻抚摸着他的肚子 这里头可是有两个老陈家的小崽子 除了富贵那家伙还在西藏守卫边疆 陈福生的人生中最亲近的三个人就都在眼前了 没呢 急着赶回来 陈福生咧开嘴笑道 本来他这一年多在城市里头尔虞我诈 皮肤白了许多 可是这两个月天天在外头跑业务 又晒黑了不少 晚饭是一顿给他们践行的酒宴 纯喝酒了 根本没顾得上吃一口米饭 要不是身边几个伙伴替他挡一下不少 陈福生今天根本就别想回到南京 他挠挠头说道 我在挡校认识几个对脾气的富二代 被我丢到密码了 马上还要赶过去酒吧 大部分人在这两个月都跟我混 对他们知根知底 晚饭替我挡酒 到了我的地盘 我总得喝回来 哈 媳妇 这酒品和人品可是直接挂钩的 我不能在这群小王八蛋面前落了下风 他们难伺候得很 我这段时间使出酒牛二虎之力 才把自己忽悠成大爷 要是今儿怂了 明天可就成孙子了 我还等着以后宰他们的老子呢 我给你温着小米粥呢 你先喝两碗 把肚子暖了 曹尖甲轻轻起身 走向厨房 像极了一个家庭主妇 发牢骚道 身体是最大的本钱 你要喝酒抽烟要应酬 我不反对 但是你每次跟朋友耍豪迈的时候 别忘了 家里头还有老婆孩子等你回家呢 陈福生没有说话 老老实实地坐在饭桌旁 接过曹尖甲递过来的清瓷碗小米粥 他同时还温热着几样菜 一起端上桌子 陈福生确实挺饿 加上也想多跟神仙一般水灵的媳妇多处一会儿 一口气吃了六七碗米粥 然后休息了小半个钟头 将党校生活汇报了一遍 这才踏踏实实地走出家门 密码酒吧是一如既往的热闹 以遥峰为中心的圈子 占据了一个二楼黄金地段的位置 因为是大老板的朋友 密码方面也就格外照顾 当然最后该付钱的肯定是一分钱都不会少 密码开业到今天 还没听说谁能让大老板自个儿掏腰包请人喝酒 哪怕死挡到江亚楼地步的哥们 也是习惯了来密码酒吧 锦上添花一至千金 密码员工从不认为这是大老板抠门 反而觉得老板实在是太有范儿了 唬人呐 在中国开酒吧半夜场 哪能这么霸道赚钱的 姚峰不是身边小团体中最有钱的 趴在栏杆上撬屁股的沈辉家里 公司每个月能赚一个亿 在杭州玩白菜的王朝鑫也差不多到哪里去 姚峰也不是最有性格的 他最多玩玩电子竞技战队 一个月也花费不了几万块钱 在浙江一带私混的小驴跟一位据说市外高人玩股票 最多一个月砸进去八位数字 就跟打水漂一样没了影子 他家老头子不一样打不敢骂不敢 可姚峰现在就是这个团体中最有威信的角色 原因只有一个 他是陈福生在党校的室友 也是第一个选择往陈福生那边站队的聪明人 通俗一点理解 后来公认大虎人的陈福生愿意带着他们这帮二世组玩 是看在姚峰的面子上 没有疯子姚峰的牵线搭桥 也就没有后来一系列在公子哥们眼中跌宕起伏的精彩故事 陈福生到达密码酒吧门外 发现狗王于寒亮的干儿子牛蛙正在和孙润龙闹着玩 身边还跟着已经好几个月大的小手山泉 陈福生在党校学习期间得知于寒亮带着牛蛙和一辆宾里上门 只是给牛蛙求一条小狗 曹尖甲第一时间给他打电话询问意见 陈福生稍加考虑之后就同意了 倒不是说小手山犬犬崽子就是那个价 只不过他了解过牛蛙大致情况 如果说乔迈是生活背景最像他的女人 那么这个孩子也有相似的气息 属于气味相投的类型 陈福生信命 越来越相信缘分的东西 后来那辆宾里车就送到了石清风俱乐部 恰巧曹尖甲又答应让李清乌父亲李红奇 坐俱乐部司机 干脆就让这位出狱之后 并不容易找工作的男人给石清风做事 听说他爱车如命 待人谦逊和善 得到石清风方面的一致好评 陈福生也松一口气 能够在能力范围之内 去帮助一个历经过大风浪的男人 而不是居高临下的施舍 终归是一件好事 他做掉过不止一个人 作孽的事情也没少干 总得给自己尚未出生的双胞胎孩子 多计点养德 听你所听 想你所想 畅想听吧 你的快乐私塾 你给他取了什么名字了 陈福生走过去笑着问道 小手山犬很有灵气 虽然不大 但是清晰的记得陈福生的气息 跑到他身边使劲的摇尾巴 牛蛙见孙润农喊这家伙老板 自然而然的就知道 眼前男人就是让干爹心悦成福的猛人 也知道这狗是从他那里买来的 略为拘促而心怀敬畏的说道 陈叔 我叫牛蛙 就给他取了个名 带牛字的 青牛 青牛 陈福生喃喃自语道 果然是缘分啊 不知为何 每当遇到让人感慨的巧合 陈福生都会想起 鸡鸣寺里头 那个撑伞穿青花布鞋 年轻女人的口头铲 都是缘分啊 陈福生爷爷给老一辈手山前取名 就有一头就叫青牛 进入密码 很容易就找到姚峰一伙人 贾鹏亲自伺候这一大堆来自江苏各地的顽固 其中四个都跟着大老板一起在华西村 或者某大型钢企实习过 在陈福生到场之前 都是这四个人在眉飞色舞的 讲述一环接一环的段子 什么苏北某小地方 跟一群村民发生摩擦 最后被浩浩荡荡摆来浩人 扛着铸头铁锹的家伙追了好几里地 被堵进了山里 最后尝到了福生哥烧烤野味的手艺 要么就是福生哥在刚起文化 把某位女神级的水灵白菜给糟蹋了 事后那淑女美眉要死要活 就差没把陈哥绑架起来 偶尔憋闷了 陈哥还会忙里偷闲 带着他们去用最原始的传统工 组合工 反驱工 或者复合工进山攻略 或者带着他们去廉价大排档长仙 吃最便宜的菜喝最便宜的酒 抽最劣质的烟 酒足饭饱之后 甚至还教他们玩玩刀 那叫一个眼花缭乱 把一群富家公子哥给熏陶的一脸崇拜 鼓体投地啊 估计着那几个家伙打从出生一起 就没这么佩服过谁 加上实习期间 陈福生确实没少给他们出主意 情感生活上和家族商业领域都会出谋划策 这两个多月的时间对他们而言 当然是丰富多彩 跌宕起伏的难忘时光 小驴和王超新几个 都是临时从浙江赶来南京凑热闹的外行 一开始不太理解死党几个 为什么脑子抽筋了一般 一股脑拜扶一个年纪并不大的男人 听故事的时候也是半信半疑 他们最多也就是二十七八岁 在学校都只顾着玩白菜了 等好不容易熬出一张毕业证 走出象牙塔踏上社会 怎么都要适应个两三年 好好挥霍一下青春 所以一伙人中除了少数几个天生 对商业有兴趣的优秀家族接班人 大多都没有太多值得称道的人生阅历 不坎坷不波折 何来真正身后的底蕴 碰上一个被同伙吹上天的猛人 一半是好奇一半是怀疑 又开始拉火车皮了 陈福生走上二楼 姚峰四个人立即全部起身 不约而同的让出位置 态度好的足够让他们老子感到憋屈 没有没有 咱说的可都是事实 没半点水分 姚峰笑道 给坐下之后的陈福生倒了一杯酒 他们现在跟陈福生触酒了 就开始习惯喝白的 因为陈福生说了 跟狐朋狗友客套 那就看价值 喝啥等级啥价格的红酒 跟哥们死党一起打屁 那还得上白的 所以他们喊的酒都是白酒 十足的另类 拉火车皮是陈福生的术语 意思就是吹牛 他们没能够看透 其实不算一个世界的陈福生 但是他的脾气却琢磨得七七八八 知道不喜欢玩虚的 就是在刚起那会儿 那个叫成仙的妞 多骄傲的一座冰山 在陈哥面前还不是一样融化了 天天在食堂等你 一脸的以身相许啊 咱们几个又不是瞎子 谁会瞧不出来 一位面貌憨厚 其实骨子里头 无比风骚的家伙笑眯眯的说道 稍稍的放低声音 我们可记得 好几晚上啊 陈哥你都挺晚回宿舍 虽说也就是一两个钟头的事情 可一两个钟头能做多少事啊 疯子 哎 你们说 是不是 再说了 苏家那位蜻蜓 妹子当初也没少去华西村找陈哥啊 每次都是神采奕奕的来 稍微憔悴的拖着疲惫身子离开 足见咱们陈哥在某个方面能力 那不是一般的彪悍啊 陈福生周围想起一阵 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怪笑 一个个的眼神 也跟纯洁扒杆子打不着 他跟我可不是你们这帮兔崽子想的那么回事啊 陈福生无可奈何的笑道 事实上 他的确跟那个成仙 没有太多感情上的瓜葛 甚至连暧昧都称不上 这里头牵扯到一点魏公公的早年恩怨 加上他的确有点想要攀上陈福生这棵大树 完成飞上高枝变凤凰的念头 陈福生也没有戳破 因为有成员方在前 他对这一类女人并不反感 不过肯定不会入套 力所能及的拉她一把还是可以的 天晓得这种女人以后会不会一跃而起 天底下有幸鲤鱼跳龙门的角色多了去了 多结一份善缘 总比多得罪一个怨妇来得划算 第286章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一个农村刀鸣鸣的宁天人生 其爷如老龟 死于无名 吉凶如鸡鹰 和鸡北方 其父如寿虎 东林皆实 前一步 英雄 退一步 坚雄 于是成二狗貌似很荒诞的前前后后 静静退退 像个应该挨千刀的妖女 那绰号成二狗的她 能否打拼出仪式荣华 唱响听发敬请您收听 蜂火戏诸侯的长田都市小说 陈二狗的妖灭人生 演播我影随风 欢迎大家收听 第287章 怪叔叔 至于苏清廷 陈福生也一样没有下嘴 她知道什么样的女人 是注定纠缠不清的野心家 与苏清廷打交道 在她看来 还不如跟李芙蓉靠近乎来得轻松 没有后顾之忧 在陈福生心里 周经哲这类红颜 才是最安全的暧昧对象 能躲就躲 等到哪一天耐心极佳 野心极大的苏清廷也熬不住了 跑来南京摊牌撕破最后一层纸 进城之后 在各个方面都在疯狂进化升级的陈福生 想必那时候 道行也足够对付一个黄毛丫头 陈哥 手感怎么样 小千千那妞 那可是里边的头号花旦啊 要不是人家对你心有所属 我早就越级挑战了 咱是无良顽固不假 可顽固也有一颗追求美的红心 某斯文男火上焦油的说道 你给我死远点 陈福生笑骂道 敢因我 等下惯得你连男人女人都认不出来 咱哥几个的酒品可都被陈哥你带出来了 一点不怂啊 斯文男狂笑道 陈福生突然觉察到某个方向眼神有点不善 抬起头 发现袁淳那张白莲花一般的纯净脸蛋 还有毛子里头说不清道不明的怒意 显然 这个妮子听到了某些家伙的确不能全算信口雌黄的段子 这种真假参半的话 最容易让人相信 陈福生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于是干脆也懒得解释 给同样开始打量袁淳的二世祖们介绍道 袁淳 这才是真正的头号花旦 水灵吗 我们密码的抬柱子 酒吧少了我一样赚钱 少了他可就冷清了 我警告你们这群牲扣 别动歪脑筋 人家可是好姑娘 你们配不上 袁淳脸色略微好转 眼神也温柔了几分 陈哥 不带你这么埋态有志青年的啊 被你教育之后 我们可都立志做一名对党和人民都有贡献的良民 你不能把我们都一棒子打死 不给机会啊 斯文南叫苦喊冤 你们先扯着 我谈点事情 陈福生笑道 他并没有趁这个机会 跟小驴这几个新加入者寒暄客套 没有必要 跟这种人打交道 有实力的就能顺理成章进入其中 没有资本的就是撞得头破血流了 也爬不进去 跟魏端公和老爷子学了一个道理 生活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有些手段可以精益求精 不择手段的去趁热打铁 但是有些事情那就得温火慢顿 急了反而显得用心不纯 所谓路遥之马力 绝不是空话大话 拉着袁纯来到相对安静的角落 陈福生见着妮子脸色 还是不如往常的温暖 便调笑着说道 要难道是我们的南京夜场皇后吃醋了 这可是大新闻啊 没有 袁纯郑重声明 格外加重语气 我这也绝对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没吃醋就好 不伤神 不伤神就不伤心 不伤心就能像一朵花一样无忧无虑的绽放 这多好啊 陈福生轻声的感慨道 兴许是在党校期间死命的吸收系统知识 多了点知识储备 在想吐露点什么的时候还不至于卡住 他斜靠着栏杆先看了一眼依然倾吨无敌的小妮子 继而望向一楼的酒吧大厅 扫视着楼下一张张各异的脸庞 如果我当时考上大学走出张家寨 现在应该刚刚毕业三四年 运气好的话 能在大城市找到一份工作 最多经历完磨合期 小小的起步 一个月最多的话拿四五千块的工资 正在为买房子努力打拼吧 为了讨上城里的媳妇而奋斗 偶尔朋友喊我来密码这种高档地方 也肯定是坠坠不安 也许跟楼下某个小伙子一样 只能眼睁睁的望着楼上天仙一般的你 陪在另一个成功男人身边 袁纯愕然 似乎从来没有考虑过这种幼稚的问题 在他心目中 这个近乎白手起家 以空手套白狼著称 并且手腕跋扈的 未来江苏省天字号凤凰男 总是跟平庸 惆怅和萎靡不沾边 是一只如头狼一般凶猛的猛犬 带着一群拉风强悍的家伙 一起朝着终点毫无阻耐的狂奔 听你所听 想你所想 畅畅听吧 你的快乐自熟 Zenw.dxp8.com 哈哈 其实我进密码之前是有些担心的 怕一进来就发现我的台柱子被某个牲口给拐骗得手了 陈夫生打趣的说道 转过头笑眯眯凝视着那个不得不跟着他一起思维跳跃的女孩子 你不吃醋 我可是会吃醋的 你看 我比你老实多了 你也会吃醋 圆纯眨巴着水灵毛子 似乎比较期待在这个问题上一直延伸下去 陈夫生在公子哥那些富贵圈子的纵横百合左右逢圆 圆纯不懂 也不想去深思 而这位老板在黑道上的风云 他更是遥不可及 所以他看上去比较珍惜偶尔的老家常 尤其是当家常围绕一个比较有那么点深意的话题展开 圆纯就情不自禁的有点小小的狭想 可惜陈夫生并没有如他所愿 很快转移了话题 前一段时间 我也跟江亚楼那边联系过 他说可能将在上海和杭州的酒吧议程进度提高 因为双方在酒吧业都有成熟的经验 加上他近期挖墙角 挖到一个完整的团队 我也能提供一批方姐留下来的资源 所以有可能需要你提前赶去上海熟悉情况 因为我希望你能够参与到酒吧创业的每一个环节 而不只是一个以外来者的身份空降插进去 到时候没有我镇场子 你人生地不熟的在上海 你一个心慈面善的小妮子会怯场的 酒吧的名字我都想好了 就叫皇后酒吧 怎么样 不错吧 袁纯没有发言 那张也许会一直干干净净下去的动人脸庞 有着些淡淡的落寞 他原本只是一个安分守己 知足常乐的孩子 就像被一个野心家强行的拖上战车 然后就彻底的身不由己 也许在听到他说出 在长三角打下一片大大的天下 会兴奋雀跃 但也许他自己都不知道 是喜悦出人头地 还是更多开心成为他人生中的参与者 而不是旁观者 你放心 小宝和林军他们都会跟过去 我不会让你做光杆司令的 陈福生轻笑道 不知道是真误解了他那点孩子气的小心思 还是在装傻 袁纯点点头 挤出一个不太勉强的笑脸 一如既往的阳光灿烂 到时候我会经常去那边蹭酒喝的 陈福生玩笑道 如果你遇上不介意已婚和相貌的漂亮美眉 记得第一时间推销给我啊 流氓怪叔叔 袁纯毫无杀伤力的骂道 望向一个角落收敛神色说道 黄养神就在那边等你 有话要跟你说 知道了我这就过去 陈福生点头说道 轻轻的叹气 晚上你可以送我回家吗 袁纯突然问道 很决绝 陈福生当时已经转过身 看不清脸色 平静的说道 没问题 第287章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农村刁民的逆偏人生 吉爷如老龟 死于无名 吉兄如鸡鹰 伯鸡北方 吉父如寿虎 功名皆实 前一步 英雄 退一步 奸雄 于是 陈二狗 貌似很荒诞地 前前后后 静悸退退 像个应该挨千刀的妖女 那绰号陈二狗的她 能否打拼出 仪式荣华 唱响听发 敬请您收听 风火戏诸侯的长田都市小说 陈二狗的妖灭人生 演播 我影随风 欢迎大家收听 第288章 一个依靠 黄仰神本以为经过长时间酝酿 已经能够做到坦然面对陈福生 可是当陈福生走向他 今非昔比的黄仰神发现 自己倒酒的手仍然是控制不住的颤抖 幅度不大 这一刻 南京上酒流里的新贵人物 彻底明白了 一些烙印在骨子里的东西 也许一辈子都抹不掉 先喝酒 换瓶白的 一人一半 陈福生坐下之后 没有去接黄仰神递过来的红酒 是一领班去拿瓶白酒 沉默的黄仰神也干脆 直接用差不多能倒二两的玻璃杯装酒 先敬酒 自己先自发三杯 然后一人一杯 一瓶酒很快就见底 陈福生又要了一瓶 酒量并不出众的黄仰神依然没有罢休的意思 继续灌酒 满脸通红 然后转清 陈福生也不阻拦 在自己喝下了差不多半斤酒之后说道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能好聚好散不容易 都说酒后吐真言 现在回想一下 除了跟你喝过几次茶 喝酒的机会还真不多 你有什么想说的就尽管说 别留下遗憾 黄仰神又倒了一杯酒 灌进喉咙 差点吐出来 却硬是憋回肚子 红着眼睛满嘴酒气的说道 陈哥 我跟你一样 都是苦孩子出身 我呢 学习出息不了 小时候也不懂事 浑浑噩噩的 混吃等死的祸 等老妈死了 才知道自己的不做人 我现在觉得 一个人呢 穷怕了逼疯了 难免没心没肺 能往上爬 什么都顾不上了 陈福生笑了笑 黄仰神 王死里又喝了一口 继续说道 现在说什么感谢啊 感激啊 感恩的话 都太他妈矫情恶心了 我黄仰神 要不是你陈哥拉扯上来 那就是一坨屎啊 还他妈是随便 拉出个公子哥 踩上一脚 都嫌脏的那种 可现在呢 那些不可一世 斜眼看人的家伙 跟老子勾肩搭背的 称兄道弟 一起去吃鸡 还他娘的知道 把最漂亮的小妞让给老子 这世道 忒牛逼了 谁说一坨屎就不能翻身呢 黄仰神双眼恍惚 貌似完全沉浸在他自己的世界里 我到现在还清楚的记得 陈哥第一次给我那个位置 那是在石清风里 我第一次喝上了龙井茶 味道忘记了 因为当时太紧张 也不懂茶 但是陈哥的每句话 每个动作 我都记得一清二楚 那时候 我这坨屎才知道 机遇是个什么玩意儿 那来了就得亲手去抓 陈哥你后来闲聊的时候说过 一个人啊 能抓住人生中最重要的几次机会 就算混出人模狗样了 第一次是你打赏的 我接住了 现在第二个来了 我还是会去抓 就是下跪磕头 我也要求陈哥你别拦着我 我就这么一个势力的混蛋 有更好的平台 更好的跳板 就一定要去撞撞南墙 张雨和他算什么 一个地方上触及干部的女儿 还势力精明的跟什么似的 看不上老子 老子还看不上他呢 现在那个北京妞不一样啊 进出省委大院 就跟上趟公共厕所一样轻松 说句心里话 我是真觉得吃他的软饭 不丢脸 你喜欢他吗 陈福生问道 喜欢 黄养神毫不犹豫的说道 酣畅淋漓啊 张雨和跟他比 那根本就是差了十万八千里 他有钱 有气质 有背景 有靠山 有魄力 有野心 我凭什么不选他 那就是不会后悔了 陈福生轻声道 很好 黄养神突然哽咽起来 醉眼朦胧的望着陈福生说道 陈哥 我是不是很忘恩负义 陈福生说道 有点 不过还算在情理之中 我能理解 也能接受 你别怕我给你小鞋船 等你有一天坐到我这个位置上 你就会明白我现在的想法 你放心跟着他走 我就一句话 赌赢了 逢年过节 别忘了回来请你的陈哥 吃顿好的 喝顿好酒 赌输了 也不要觉得走投无路 再回来给我做事 总有你一口饭吃 黄养神一把鼻涕一把眼泪 呼了一脸 是真醉了 接下来就只是黄养神唠叨他的 陈福生说自己的 鸡同鸭讲一般 两个人各说各的 两瓶白酒 在一个半钟头之内就解决掉 然后两个人却又废话了半个多钟头 最后是相对清醒的陈福生 让于云豹和林军把黄养神送回住处 据说他第二天就要跟北京牛去天津 事后还要转战海南 那是淘金的好地方 不比陈福生的山西差 眼看着一手栽培起来的黄养神被搀扶下楼 其实一直清醒的陈福生百感焦急 说不别扭实在太假 不太愿意纠结这个头疼的问题 陈福生趁着状态去姚峰那边透热闹 皇后酒吧会在上海和杭州陆续启动 到时候免不了要受浙江一带金主的照顾 尤其小驴和王朝鑫在杭州 那是炮八族里头出了名的标杆式角色 能量不小 对待这类人物肚的把握很要紧 太给他们面子 对方容易轻飘飘 太不给面子 也容易冷场 而且陈福生跟着这群年轻家伙相处 没什么压力 无伤大雅的借酒交愁起来 也不会有心理负担 听你所听 想你所想 畅想听吧 你的快乐私塾 和他们一起喝到一点多 密码也开始火爆起来 陈福生还得到处晃悠 这里一杯酒跟那里几颗烟 很快就坚持到凌晨圆春下班 他陪着南京夜场知名度 俩然超过自己的密码花旦 走出了酒吧 并没有急着上车 而是在车外面缓了口气 过惯了党校里正常规律的生活 一下子撞进都市中的繁华夜生活 还真有点不适应 圆春就靠着车门 看他蹲在地上深呼吸 见他蹲了挺久都没有站起身 有些担心 便也蹲了下去 皱眉说道 不舒服 忽然发现自己 没有当初的适应能力了 难不成这么快就老了 陈福生自嘲地说道 一个人在爆发出其潜力值 总是很可观的 到了成熟期 当然不可能继续保持 一开始的状态 要不然 那个人那就是神仙了 圆春安慰道 听起来是一个很专业的解释 很好的官方发言 陈福生摇头笑道 这段时间他实在是听腻了体制内人员的语调 现在在听小妮子有点老气横秋嫌疑的好心安慰 有点忍俊不禁 圆春赌气地不再说话 怎么送你回去啊 酒驾被抓可是要被扣驾照的 陈福生尴尬地说道 我还没考出来 你敢做我就敢开 圆春打起精神说道 跃跃欲识 敢呢 我跳车的水平跟飙车一样生猛 陈福生乐呵呵地说道 还真的把车钥匙丢给圆春 小妮子也不含糊 竟直坐上了驾驶席 马路上的车辆不比白天 圆春这位新手也开得谨慎 所以陈福生得以平安地到达圆春所住的小区 在圆春提议下 他们先在小区门口的小饭馆吃点夜宵 他特地给陈福生倒了杯开水 估计是想要给他醒酒 圆春自己并没有吃宵夜的习惯 不过见陈福生狼尘虎咽 也就随便要了份油腻最少的蛋炒饭 他细嚼慢咽 柔声问道 问一个不该问的问题 你怎么处理黄养神的事情呢 陈福生随口说道 还能怎么样啊 让他走吧 就当让他欠下这笔人情 其实我要整他也不是不可以 也没有什么难度 不过没必要 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想 一个人能把脚下的路越走越窄 在张家寨的时候 我其实也懂这个道理 但是不想去做而已 说到底还是任性 现在手头里头有钱了 也快是做父亲的人 就不能不在乎这个 我很信现实报 你呢 就做你的简单孩子就行了 牵扯进来的话 没好处 圆纯呆滞了一下 低头吃饭 吃完了宵夜 把圆纯送到公寓楼下 他突然说 想要去不远处的小公园 坐坐 陈福生也就顺着他 来到一个有亭子 有流水 有秋千的安静地方 圆纯坐在秋千上 轻轻的摇晃 似乎根本不当陈福生存在 并且打算一直沉默下去 陈福生出饭馆的时候 就端着一支一次性的纸杯的茶水 等他喝完了 也没见小妮子有说话的念头 百般无奈之下 只好尝试着坐在他附近的秋千上 望着天空 正正出神 如果他是一个单纯的孩子 就让他傻傻一辈子 如果他是一个善良的孩子 就让他慈悲一辈子 不要教他太多故事 不要给他成人的呵斥 如果他是一个痴情的孩子 就让他坚持一辈子 如果他是一个快乐的孩子 就让他幸福一辈子 不要在他的心中埋下刺 不要让他有太多的相思 圆唇荡着秋千 轻轻的哼起 从来没有唱给别人听过的孩子 我刚到上海那会儿 在阿梅饭馆打杂 每天必须跑菜市场 所以我到了现在 还清楚的记得 一斤白菜是多少钱 一斤猪肝买多少 一毛钱一毛钱的手 现在偶尔也会想 那时候的井底之蛙 穷归穷 寒酸归寒酸 可还是能够偷懒的 不需要像现在这样累死累活 不过你要真让我回到过去 那是打死我都不愿意了 陈福生依旧望着 比张家寨更大的天空 轻笑道 我爷爷说过 如果一个人 能够有重新活过一次的机会 都不愿意回去 那才说明这辈子没白过 我想起码我现在做到了 圆唇突然跳下秋千 走到陈福生的背后 抱住他 你不后悔吗 以后某一天不会遗憾吗 陈福生难难的说道 似乎在询问另外一个人 我不聪明 不知道以后的生活会怎么样 但是我确定 如果我现在不这么做决定 就会后悔一辈子 圆唇回答道 更加使劲的抱住陈福生 似乎生怕他从他的世界里头溜走 然后一去不复返 上海很大 比南京还要大 花花世界有那么多的诱惑 他总需要一个依靠 让他继续单纯下去 对于一个不复杂的傻孩子来说 这就是最重要的事情 第288章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一个农村刁民的逆偏人生 吉也如老规 死于无名 吉凶如基英 佛基北方 吉父如寿虎 东林皆实 前一步 英雄 退一步 坚雄 于是 陈二狗 貌似很荒诞的前前后后 静静退退 像个应该挨千刀的妖女 那绰号 陈二狗的他 能否打拼出 一世荣华 唱响听发 敬请您收听 风火戏诸侯的长田都市小说 陈二狗的妖灭人生 演播 我影随风 欢迎大家收听 第289章 北京 老子来了 陈福生并没有直接回家 而是去了中山陵 后面有周小雀跟着 途中他犹豫了一下 还是给干姐姐陈元叔打了电话 被吵醒的陈元叔 裹在被窝里头 拿着手机笑问道 怎么想起我这个无关紧要的干姐姐了 有突发状况需要我出马吗 陈福生驾驶着那辆打算开十年的奥迪 苦笑道 姐啊 我可能这两天就要赶去山西 那边出了新情况 连老爷子的部署都被打乱了 不过不是坏事 如果处理得当 那就是天大的好事 指不定我的合作伙伴 山东人无良那伙 还能够成为这次大肩并大喜排浪潮中脱颖而出的猛人 陈元叔睡意全无 坐起身靠着枕头上 惊讶地说道 出了什么大事 陈福生停顿了一下 黄城方面 有人伸出橄榄枝 想要强强联合 感觉我们以前就是一条野生鲨鱼 虽然也是食肉类 可吃的至多就是小鱼虾米 可现在突然就变成了一条巨鲸 想要吞谁就吞谁 以至于连老爷子都不敢轻举妄动 所以我得亲自赶往山西跑一趟 之后可能还有必要去黄城探一下虚实 陈元叔震惊之余笑道 什么黄城不黄城的 我还帝都呢 北京就是北京 你跟谁学的这事 陈福生黑黑笑道 总之可能没什么时间陪你喝茶了 早先约好的钓鱼 也只好延期了 陈元叔体谅地说道 这些都是小事 山西之行的具体细节 我就不多问了 等有粗略框架了 再给我一份资料 我帮你把把关 北京方面我也有熟人 不过估计前老爷子 肯定不会给我插手的机会 我也不瞎操心 问一个我好奇了很久的问题 你当初怎么让眼界奇高的前书记 认同你魏家接班人的身份呢 我记得当时你那手上 并没有多少筹码呀 陈福生犹豫了一下 说道 很简单 我对老爷子说 别人可以做一个称职的傀儡 但是我能做你的台官人 陈元叔错愕片刻 等了半天也没见夏文 纳闷道 这就完了 陈福生笑道 这就足够了 瞎猫撞见死耗子也好 冥冥之中自有天意也罢 可事情就这么成了 不过我估计老爷子一开始 也没有真正上心 后来见我讨干妈的喜欢 又做了几件让他满意的私活 才认可了我进入前家小楼的资格 到后来老爷子倒是真的 把我当儿子看待 陈元叔嘖嘖称奇 福生 你还真是一朵奇葩呀 姐啊 后来周国气骚扰你没有 陈福生试探性的问道 至于那一晚在前家小楼发生了什么 他是否有所隐藏 也许一辈子都不会被外人得知 正常联络还是有的 陈元叔轻描淡写 姐 你要是真不讨厌那个家伙 我看你们在一起 比在江苏省内找个老公更靠谱 陈福生一本正经的说道 你就那么颇切地希望姐姐嫁给别人 电话那头陈元叔的语气貌似隐藏有危险的气息 姐啊 难不成你一辈子不嫁人 就给我一个没心没肺没肝的家伙当姐了 那多吃亏啊 陈福生哈哈大笑 我觉得挺不错呀 反正我家已经不担心继承香火 给你做姐又没风险 倒是给谁家做媳妇的话 风险太高 我实在不想再把仅剩的那点青春浪费在情感问题上 我不是能在同一个跌倒地方爬起来两次的女人 陈元叔自嘲地笑道 精致的嘴角挂满了苦涩 咱不说这些无聊话题了 换点有营养的吧 陈福生识趣地迅速结束一个不太和谐的话题 你说 只穿了一件单薄丝绸睡衣的陈元叔 继续像小猫一般穿梭在被窝中 姐你现在穿得不多吧 陈福生微笑地问道 陈元叔警惕地闭上嘴巴 还是那件我送给你的象牙白色杭州丝绸睡衣吗 陈福生笑声暧昧 陈元叔按下结束键 烫手一般将手机丢出被窝 不敢动态 郊区没来由地涌起一股异样的感觉 被迫挂掉电话的陈福生 并没有意料之中沉浸在意淫的世界 而是神情严肃地继续开车 来到山顶的一处空地 下车后坐在奥迪车顶上 周小雀站在车旁 陪着他一起发呆 小雀 你说说公鸿权吧 陈福生叼着烟说道 一个不错的男人 周小雀憋了半天 才给出这个说了等于没说的评价 那我呢 陈福生笑道 抛给周小雀一根烟和打火机 周小雀点燃吸了一口 目前还比不上公银 不过你还年轻 等你到了他那个岁数 只会比他强 哈 这个评价已经出乎我想象了 陈福生开心地笑道 扔掉烟头望着南京城 就有你陪我去山西和北京 王虎胜说过 黄养神那个小子有反骨 是个熬不住寂寞的主 能早点甩手是最好 你不一样 你这辈子都没本事做白眼狼 只要你别再让我对不住公小菊 我就是给你卖命卖到卖不动的时候 周小雀笑道 跟这个新主子一段时间以来 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学会了抽烟 你也是个傻子啊 跟我们家富贵一个德性 陈福生笑道 有机会能跟富贵哥过招不 周小雀问道 成 这没问题 陈福生干脆躺下去 躺在车顶上叼着烟 翘着二郎锤 有些感触 上次我媳妇办婚礼 她回来的时候就已经是中卫了 也不知道下次回来 能不能再牛逼一点 弄个孝观耍耍 这傻大个儿一般人不跟人较真 可是真降起来 比我还劝不动 要不是走出了张家寨去当兵 估计她就随便找个农村婆娘暖炕头了 我刚进城那会儿 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攒钱 给她买个水灵点的媳妇 现在看起来不需要了 也不知道哪家的闺女 能让她瞧上眼呢 陈哥 嫂子也快要生了吧 听说是双胞胎 周小雀那张刻板冷漠的脸庞 现在是越来越柔和了 很难想象 她是一名顶尖的职业杀手 嗯 是啊 快了 兔崽子叫陈平 闺女叫陈安 陈平陈安 寓意平平安安 名字俗是俗了点 不过喜庆 我这个当爹的 不一样被人喊二狗喊了十几年 陈福生的脸上乐开了花 周小雀抽着烟 应该是想起了还在记恨她的女人 龚小菊 北京 老子来了 陈福生坐起身 大声的嚷道 北京某处僻静茶馆 面对面坐着一位雍容贵妇 模样的中年女性 和一个相貌平平的年轻男人 女人穿着得体 略显刻板 一看就是体制内的人物 男人则不如何出彩 低调内敛 跟老北京人一样 女人喝了口茶 问道 小李子 你怪肩胛吗 有一个滑稽绰号的后背摇了摇头 回答道 不怪 一点都不怪 小时候 我就习惯了看着她的背影 倔强努力成长 现在也没什么差别 我还是个子没她高 可能唯一的区别 就是我不那么爱哭了 也不再需要她去帮我 抢回唐葫芦 男人说得云淡风轻 却难以掩饰眉语间的苦涩 双手捧着茶杯望向窗外 听你所听 想你所想 畅想听吧 你的快乐私塾 那时候多简单啊 顿顿吃三碗饭 就是想长个子 能有个让她可以依靠的肩膀 现在看来 这辈子是没希望了 负姨 其实那次男性婚宴上 我偷偷赶过去了 不过没赶露面 远远的看着 那肩胛可真漂亮啊 我第一次见她单纯的为一个同龄男人笑容灿烂 那一刻 我连嫉妒的勇气都没了 我知道 就算我打败了陈二狗 也同样输给了她 我自己都可怜自己 太没骨气 也太没斗志了 被称呼为负姨的女人叹息一声 说道 你父亲没说什么 小李子摇头说道 没有 负姨明显停顿了一下 陈福生一个月之前去山西煤矿的事情 上个星期还去了趟内蒙古 为一个叫乔麦的南京女人闹了一场 不知道怎么跟孙老虎有不浅的交情 才把事情压下去 昨天刚刚到北京 跟神华集团谈合作呢 我不瞒你 神华的举动出自我手 不过不是为陈福生铺平道路 纯粹是提前想给我那个外孙外孙女一个红包 不管我如何瞧着不顺眼她 肩胛都是我女儿 她肚子里的两个孩子也是我的亲人 小李子 在你能走路的时候 我就把你当女婿看 即使到了现在 曹家跟李家闹出不愉快 我一样没有把你当外人 所以 这次陈福生来北京 你教训她一顿 我不会拦你 只希望别太过火了 小李子苦笑的摇摇头 放下茶杯 说道 父爷 我暂时不会去找她麻烦 我现在还忍得住 等哪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再动手 最多也就是让她少赚点钱 或者弄出点擦伤 杀杀她的锐气 不可能把她逼上绝路 到时候 肩胛会恨我一辈子 我可负担不起 父亲说过 一个男人 不做妖不做孽 才能成大事 我总不能让她看扁了呀 父姨感慨道 你这块普玉 也只有陈龙相 才敢下手雕琢 小李子露出一个牵强的笑脸 好奇地说道 以父姨您的脾气 当初怎么能答应肩胛 嫁给陈福生呢 父姨无奈地回答 肩胛跟我们所有人 都耍了一记花枪 还是连环回马枪 就连她老太爷都扛不住 更别说我这个做妈的了 等她怀上孩子 再给家里烧话 说她其实什么都没有 让我们安心等她抱孩子 我们是连气都不知道 往谁身上撒呀 老太爷也是乐格不停 我们也只好就此作罢 老太爷发话了 家里头不安分的后卫们 谁敢乱给陈福生穿小鞋啊 小李子 自然就是那个连未端工 都不放在眼中的李夸妇了 他突然微笑道 抛开情敌身份不说 这个二狗 还是有很多过人之处的 一个没靠山的东北小人物 一个扎猛子扑腾进上海 再游到南京 愣是没吃大亏 还活不乱跳得越来越滋润 该抓住的都抓住了 成了江苏小有名气的新秀 挺不简单的 傅仪不以为然的说道 网上推一辈或者更多 谁不是白手起家 尤其是肩胛老太爷那一辈 整个天下都是他们打下来的 陈福生那点精力算得了什么 李夸妇笑道 傅仪 你可一棒子打死我们所有的年轻人了 傅仪愣了一下 微微一笑 继续喝茶 李夸妇轻声说 以后如果肩胛不反对 加上只要两个孩子 别长得太像陈福生 我死活都要做他们干爹 谁敢抢他们糖葫芦 我这个做干爹的就亲自出马 帮他们抢回来 傅仪被李夸妇破天荒孩子气的话 弄得哭笑不得 指着眼前那位一点都不像开玩笑的青年俊言 硬是说不出话来 周经哲和陈元书很心有灵犀的同一天 来到陈福生和曹兼甲的小窝 24小时守候在楼下的孔道德 带着几个小弟 把各种补品从车上往楼上搬 来回跑了四五趟 足见这两个女人对曹兼甲肚子里的孩子 是恨不得连尿布都要包办了 陈向瑶和李清乌 白天基本上都会待在小窝里 帮着做饭和打扫厨房 按照陈福生的指示 就差没把曹兼甲当光阴菩萨供起来 曹兼甲对此也无可奈何 方姐和寂静过两天一起来 周经哲终于能够仔细打量房间 今天他穿的相对朴素一些 只要是个女人 除非阿梅饭馆王雨淹那类虎妞 谁没有一点不可告人的秘密 所以女人与女人的世界 总是让男人搞不懂 拎不清 第289章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一个农村刁民的逆天人生 其爷如老规 死于无名 其兄如鸡英 佛鸡北方 其父如寿虎 松明皆实 前一步 英雄 退一步 奸雄 于是 陈二狗 貌似很荒诞地 前前后后 静静退退 像个应该挨千刀的妖女 那绰号陈二狗的她 能否打拼出 仪式荣华 唱响听发 敬请您收听 风火戏诸侯的长田都市小说 陈二狗的妖灭人生 演播 我影随风 欢迎大家收听 第二百九十章 媳妇的一封信 就像现在待在房间的几个女人 除去正牌媳妇曹尖甲和妹妹陈向瑶 就算是看似跟陈福生最为一清二白的李清乌 恐怕也有见不得光的意味在里头 在陈元叔和曹尖甲拉家长的时候 李清乌和陈向瑶去厨房鼓到晚餐 周经哲则去了陈福生的书房 墙壁上的大幅密密麻麻的人脉图 让他会心一笑 的确很符合那家伙的风格 与占据三分之二墙壁的巨大黑板相比 对面的墙壁 还有两块小白板和一块小黑板 看情形那白板应该是用来做解析某些商业案例和大集团 构造的作业 小黑板则定有许多小纸片 纸片上面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关键字眼 那都是陈福生觉得可以延伸出去的有效信息 周经哲重新站在人脉图下 找到自己的名字 看到下面有的标注是 底线清晰 有独特的价值观 可以做知己 绝不能以做短线交往为初衷 知己吗 周经哲恍惚了一下 他久违的恶作剧念头又冒出来 掏出手机给陈福生发了一条短信 聘头 我成功躲过重重包围溜进你的房间了 想要跟你短信交交交往一次 非文 他特地打了三个交子 然后就一个人傻乎乎的在那里偷着乐 跟深陷初恋的青色女孩一样 眼巴巴的等着心上人回复短信 那人回复道 靠 老子在去交党费的路上 周经哲忍住笑 将手机轻轻的收起来 他那条老子是预备党员 还保存在他的手机里 他背着双手在书房里 东摸一下 陈元书笑道 这单字上是一些需要给陈福生买的小物品 像粉笔和水笔之类的都需要跑专门的店 要不然 福生可能用着不顺手 我现在这样子也没法出门了 就只好麻烦你这个比亲姐姐还亲的姐了 陈元书也没多想 微笑道 没问题的 一定办妥 五个大美女一起吃完了其乐融融的晚饭 陈元书和周经哲一起告辞下楼 陈向瑶随后也离开 只剩下邻居李清乌 清乌 来 坐下 咱们谈谈心 曹尖甲笑容祥和 这实在是一个让男人和女人都无可挑剔的完美女人 李清乌乖巧的坐在曹尖甲对面 有点忐忑 其实福生很早就知道你是清和成员了 而且还是很有潜力的集团重点培养对象 你为什么主动要离开呢 是怕福生认为你来我们家串门有所企图吗 曹尖甲微笑的问道 没有兴师问罪的意图 依然是喇家常的语气神态 李清乌呆滞当场 没有急着给出解释 仗红了一张小脸 不知所措的模样 以你的履历和能力 再找一份不比清和公司差的并不难 可是你在清和这几年的基础就都没了 多可惜啊 我觉得你还是回去比较合适 对你的人生规划百利而无一害 而且福生在清和也有一定的发言权 这种隐性资源放着不用 那不是浪费吗 我也跟福生谈过这个问题 他也认为你应该回去 曹尖甲语重心长的说道 曹姐 我不准备回清和了 李清乌鼓起勇气说 哎 你这不吃回头草的倔强孩子啊 真是让人头疼 就算瓜田里下 也不是你这个避嫌法子呀 曹尖甲揉了揉额头说道 李清乌重新低下头 那现在工作找得怎么样了 曹尖甲叹息道 还在找 我是不见兔子不撒鹰 没有好的工作岗位 坚决不会委屈自己 李清乌抬起头笑道 小丫头 你肚子里那点心思 我会看不懂 我估计在我生出孩子之前 你都不可能找到工作吧 曹尖甲笑道 为了照顾我这个孕妇 耽误你多少正事啊 你现在可处于事业关键时期 长远来看 你现在的举动 是有极大后遗症的 没关系 李清乌笑道 笑容很真诚 哎 聪明的傻孩子啊 年轻真好 曹尖甲摇头笑道 没有继续讨论这个话题 然后就去书柜里 抽出一本 从魏公公山水滑门 逃来的风水古书 李清乌坐了一会儿 也静悄悄地离开房间 曹尖甲除了偶尔站起来 小走几圈 就都坐在檀木椅子上看书 等到大概晚上九点多钟 他将书放回原处 洗漱完毕之后 去书房坐了半个钟头 然后回到主卧 打开台灯 从桌子抽屉 掏出一本日记本 他在嫁给陈福生之前 并没有写日记的习惯 但是嫁给他之后 雷打不动 每天都要写完一整天的经历 哪怕是鸡毛蒜皮的简单一天 他也会一字不漏地记录上去 这座房子里 陈福生的一切 他都一清二楚 但曹尖甲的东西 陈福生却从来不会去动 他甚至没有拉开过这个抽屉 这一点 就像曹尖甲从不曾去翻他的手机一样 他们都是那种 哪怕穷困潦倒到某天 为柴米油盐奔波的地步 也不会去庸俗的男女 也许 陈福生一开始 不曾如此的智慧或者说超然 但是他取了曹尖甲 就开始下意识地奔跑 去汲取和进化 是曹尖甲 把他从张家寨带出去 也是曹尖甲 让他从一个刁钻的农村青年 蜕变为成熟的城里人 而且还让陈福生 保留了最质朴的那份东西 陈福生不择手段 分秒必争地向上爬 他就安安静静地待在原地等他 写完日记 合上本子 他躺到床上 扭头望着原本属于自己丈夫的位置 现在的他已经不可能轻松翻身 只能略微困难地伸出一只手 摸了摸他睡过的枕头 然后闭上眼睛 过了半个钟头 曹尖甲披上衣服重新起床 坐到桌子之前 笑了笑 额外写了一份东西 加进日记本 这才安心睡觉 听你所听 想你所想 畅想听吧 你的快乐自熟 跟w.dxp8.com 一大清早 有他们家钥匙的李清乌 已经开始给曹尖甲做早餐 曹尖甲犹豫了一下 拿起那只存有寥寥几个号码的手机 给陈福生发了条短信 然后充满期待地等待回音 正常情况下 他都会在半分钟之内打过电话过来 可是这一次 陈福生却没有及时做出反应 苦等了十几分钟 曹尖甲还以为他在北京碰上了什么紧急情况 可是当他准备再打电话过去 却发现他已经打过来 只是很快就挂掉 估计是有急事不方便立即回复 曹尖甲也就不再纠缠 首都机场 某人冲下出租车 跟媳妇被人拐跑了一样 发疯般杀进大厅 买了张机票 却无比尴尬地发现 还有将近一个钟头才能登机 就带了一个钱包和一只手机的他 只好去机场书店耗时间 光看不买 最后千挑万选 选出一本叶永烈的四人帮星王 以免在两个半钟头的飞机上虚度光阴 在和寿书的服务员美媒套进户后 免费弄到一只圆珠笔 他这才心满意足地跑去登机口捡票 等他坐上飞机 发现靠窗的位置坐着一个有点眼熟的女孩 之所以眼熟 除了在书店角落有他的背影之外 陈福生的脑海中似乎还有一点额外印象 只不过他戴着一顶帽子遮住了大部分脸孔 陈福生纳闷地坐下去 第一次上飞机的他研究了一小会儿安全扣 等他终于弄清楚 抬起头发现一张要多水灵就有多水灵的脸蛋正朝向他 秋水眸子眨都不眨一下 陈福生猛地回神 惊奇地说道 小姑娘 真是一夜扶平归大海 人生何处不相逢啊 你是 清清秀秀 干干净净 没有一丝烟火气的年轻女孩 眨巴着毛子问道 咱俩在鸡鸣寺见过呀 一起吃过素面那个 不记得了 陈福生尴尬地问道 女孩还是摇摇头 陈福生遗憾地叹口气 最多这才两年吧 真是贵人多忘事啊 这颗国宝级别的小白菜 不就是那个喜欢嚷嚷着都是缘分的的闺女吗 鸡鸣寺 大雨滂沱 小伞 绣花鞋 一个神秘兮兮的古朴女孩 也许是陈福生这辈子都忘不掉的诡异画面 哈哈 我骗你的 女孩见陈福生打算低头翻书 毫无征兆的阳光灿烂起来 眯起眼睛露出两个小酒窝 果然还是那句口头禅 都是缘分呢 你怎么也去南京啊 陈福生笑着问道 重新将书放到膝盖上 我是离家出走了 女孩笑嘻嘻地说道 身上散发出一股清清淡淡的香味 但绝不是香水 这么叛逆 你看上去可不像啊 陈福生将信将疑 人不可貌相 就像你 看上去像刁民 我第二次跟你见面 还不是没保持距离哦 女孩用很温柔 很正经的语调 说了一个让陈福生很憋屈的事实 您真耿着 学生时代思想品德一定很过硬 陈福生感叹道 啊对了 还不知道你名字呢 还没猜出来 你是真憨呢 还是装傻呀 小姑娘一脸纳闷地盯着陈福生 陈福生则是一脸诚恳地回望着她 一点都不退缩 最终还是小妮子输了 恢复笑脸说道 真名不告诉你 猜不出就算了 不过和一些论坛上都用潘多拉这个名 你就喊我潘多拉吧 记住 花朵的朵 不是多少的多 挺奇怪的名字 陈福生原本就对希腊神话不熟悉 所以脑子根本不会往潘多拉靠 你怎么出汗了 你曾是潘多拉的女孩纳闷的 身边的男人如临大敌 额头上满是汗水 没事 有点紧张 陈福生艰难地说道 飞机已经开始启动 不需要几秒钟 他就会在离地高度远比上海东方明珠塔夸张的高空 这对于一个有深度恐高症的男人来说 是最大的煎熬 要命的是 气流所带来的颠簸 更会给恐高症患者加倍地感受 你第一次坐飞机 而且还恐高 女孩惊讶地说道 陈福生点点头 已经闭上眼睛 他去山西和转往北京 都是乘坐动车组 原本他以为这辈子都不会和飞机有关系 没想到一条短信就能够轻而易举 打破了他所有的固执和恐惧 陈福生紧紧地抓住扶手 汗水越来越多 始终不敢睁开眼睛 这在外人看来 简直显得有些滑稽 那你还坐飞机 有急事 女孩疑惑道 陈福生已经连话都说不出 只是使劲地点点头 我猜你现在已经出人头地了吧 是回南京谈一笔重大生意 女孩希望能够通过谈话 减轻她的恐惧 她可不想这家伙 等下躺在地上四肢抽搐 口吐白沫 陈福生到现在 只能用点头和摇头来表达含义 摇了摇头紧紧地闭嘴 女孩判断了两个多钟头的航程 除了听歌看杂志 四分之三的时间 都在确定身边的男人 有没有晕厥过去 索性她出了一身汗水 到最后整套西装 已经跟从水里浸泡过 拎出来一样 可是竟然硬是咬牙扛了下来 到飞机降落的那一刻 连女孩都忍不住 如释重负地深呼吸一口 外带有点佩服 这个意志顽强到一种境界的家伙 机舱打开后 她第一个亮亮呛呛地跑出去 还真是十万火急的事啊 女孩嘀咕道 拿上行李轻轻缓缓地走出飞机 不知为什么 她坚信自己将来某一天 一定会在某个地方 再次与她重逢 缘分啊缘分 陈福生第一时间 给袁淳和贾鹏打了招呼 然后她几乎一天就泡在密码酒吧里 而这一天 密码酒吧也突然破天荒地挂出停止营业的牌子 晚上八点钟 吃完饭在小区散步一圈之后 李轻吴和陈向瑶突然都提议去密码看看 说是停业整顿 他们想去见识见识 不知道这两孩子葫芦里头卖什么药的曹尖甲也没有拒绝 然后张其航等一批陈福生重点栽培出来的心腹 就第一时间出现 很有计划性和预谋的意味 李红丁亲自开着那辆余含量送来的宾利出现在小区里 将曹尖甲送到初期冷清的密码酒吧 曹尖甲也没想明白其中玄机 走进酒吧之后发现一楼空荡荡的 可见停业是不假 但是没有顾客是事实 曹尖甲却看到了几乎铺满整座酒吧的红玫瑰 娇艳欲滴 那绝对是曹尖甲人生中第一次见到如此繁蜜厚重的玫瑰花海 唯一不太搭调的就是酒吧的吊灯和栏杆上挂满了红灯笼 显得略微有些不伦不类 有些俗套 但是一样惊心动魄 有着无比强烈的个人风格 就像就像他那个偏执的始终特立独行的 所以显得不入流 又总能让人哭笑不得的男人 陈二狗 灯光突然全部熄灭 一曲曹尖甲最熟悉的英文歌曲响起来 曹尖甲咬着嘴唇红着眼睛 只听见一个很清脆空灵的女生做开场腔调 那是一首曹尖甲几乎每天都要听一遍的曲子 所以他再熟悉不过 接下来是一群孩子的和音 一样的天籁 灯光突然大亮起来 一个男人站在舞台中央 背对着曹尖甲这个方向 转身 用并不流利的英语 大声唱起这首经典的励志歌曲 他的手势和动作与原版如出一辙 只不过 他实在不是一个熟安肢体语言的老鸟 所以显得异常可爱而又可笑 尤其他还理着最希腊平常的平头 穿着对他来说极具挑战性的红色衬衫 简直是太富有戏剧效果 唱诗般的孩子 每人一个话筒 配合台上男人的节奏摇晃着身体 可能是因为排练不多的缘故 总有笑场的小家伙 不过总体来说 不影响主角出人意料的发挥 二楼站满了圈子里的熟人 望着楼下男人的表演默默不语 有佩服 有惊喜 更多的是善意的笑容 因为他们实在无法想象 在黑白两道上都一丝不苟 如钟表的有志男人 会这样略显别角的站在舞台上 像个孩子一样去蹦蹦跳跳 这家伙可是江苏地下世界 已经完全一言九鼎的枭雄式人物了 于是所有人随即把目光都转移到台下的曹千甲身上 仪式独立一般 深情凝望着台上的男人捂着嘴巴 一个农村刁民的逆偏人生 吉爷如老规 死于无名 吉凶如鸡鹰 活及北方 吉父如寿虎 松明皆实 前一步 阴雄 退一步 坚雄 于是 成二狗貌似很荒诞的前前后后 静静退退 像个应该挨千刀的妖女 那处好成二狗的她能否打拼出仪式荣华 畅想听发 敬请您收听 风火戏诸侯的长田都市小说 陈二狗的妖灭人生 演播 我影随风 欢迎大家收听 第二百九十一章 大结局 一个半月后 南京某医院手术室外 从山西 风一样赶回来的男人 捧着一封信 蹲在过道地上 靠着墙壁 无声的哽咽 负责将信交给陈夫生的李清乌 站在那里 捂着嘴巴大哭 一个身材健硕修长的男人 冲进医院 身着军装 中校军衔 曹家 曹野胡 一脸杀鸡的曹家继承人 狠狠地拎起陈夫生的衣领子 一拳砸在他的鼻子上 然后一脚 又踹出去老远 陪着主子一起 从山西过来的周小雀 想要出手 倒在地上 依旧死死紧钻着那封信的陈夫生 摇了摇手 曹野胡怒吼道 你个王八蛋 你他妈不知道肩胛的身体 根本经不住难产的折腾 他会死的 泪流满面的陈夫生 挣扎着坐起来 一只手 颤颤巍巍的伸向口袋 这个几乎已经确立山西 煤矿版图 雄奇地位的男人 似乎试图要掏出那包 两块五一包的小红盒 曹野胡上去就又是一脚 踢动他的下巴 丝毫没有打算抵抗的男人 飞出去老远 根本没有人敢上前劝阻 一些听到消息赶紧赶来的男人 都红着眼睛 女人则泪眼朦胧 抱在一起痛哭流涕 就是你这个狗娘养的 害死了肩胛 曹野胡的眼眶里面 与陈夫生一样 布满着血水和泪水 他扑上去又是一阵拳打脚踢 陈夫生已经吐出一口腥红的鲜血 触目惊心 就在曹野胡真的要痛下杀手的时候 一只异常宽厚的大鼠 扯住他的肩膀 然后武力直与董赤柄 有得一听的曹野胡 竟然毫无还手之力的 被侧拉撞向墙壁 坠地之后愣是爬不起来 站在他面前的 是同样肩膀上扛着中校军衔的 魁梧男人 两米高的个子 巨大而雄伟 几个跟随 曹野胡赶到医院的军人 刚想要出手 其中最靠前的一个 就被这个东北虎一样的兵王 给一拉一膝撞 当场击晕 在压倒性的恐怖差距面前 再也无人敢出手 天下无双 陈富贵 哥 平躺在地上喘息 泪水和血水混在一起的 陈富生哽咽地说道 不怕 有哥在 没人能欺负你 刚到南京军区任职的陈富贵 走过去 扶起将近三年 只喊过他两次哥的弟弟 一脸坚毅 扶着陈富生靠墙坐着 大手帮他擦去一脸的泪水和血水 只说了一句话 老陈家 从不出忘恩负义的白耳郎 我们问心无愧 娘和爷爷 还有弟媳妇都不会怪你 谁敢再骂你一句 我就杀谁 陈富生只是小心翼翼地护住那封信 尽量不让他脏了 折了 皱了 全场窒息的沉默 陈富贵转头望向曹野狐 沉声问道 你有二狗苦吗 曹野狐愣了一下 不再挣扎起身 靠着墙壁望着天花板 默默地流泪 曹野狐 你回去跟曹家说 孩子我一个都不会给你呢 我自己养 陈富生靠着墙 一点一点地站起来 缓缓说道 他将信轻轻地折好 放进口袋 挺直了腰杆 二狗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 最早也是我进手术室 几个钟头之后的时候 诚实的好孩子 能拿到小红花 我是拿得最多的那个 好孩子一直做了许多年 然后突然有一天 得知并不是每个人 都能活到老太爷那个岁数 所以我走马观花地走遍了中国 本来觉得没什么遗憾了 可突然想起来 还有个东北那嘎吶的某个傻孩子 被我拐骗到了上海 还让人欺负了 最终还是觉得应该去南京找你 之前你在上海的时候 说要努力挣钱给我吃香的喝辣的 我很感动 因为你跟我认识的男人都不一样 你是一个刁民 只认亲不认理的那种 让你心甘情愿 掏钱请我吃一顿好的 比我拿到所有的小红花 加起来都要高兴 这是实话 用小爷王虎胜的话说 那就是掏心窝的实诚话 其实我跟你说 很小就听你说过 那是骗你的 人生 哪有那么多的机缘巧合呀 可我不这么说 我知道你睡不踏实 二狗 有句话 我一直忍住没说出口 那就是一个男人 不是一定要打下了江山就是好丈夫 也不是一定要野心勃勃才是好老公 被我 或者说 我一直刻意去漠视的家庭背景 拖拽着向上爬 怎么会轻松呢 可是我不说 不是希望你有一天能够扬眉吐气的 带着我去我家 让所有人都知道 我当初做出了最正确的选择 我只是每天都会想躺在小坟包里的爷爷 那个我只见过一面的娘 我想他们未必想你非要光耀闻眉 你的娘即便走了 最后也一定是惦念着南方的儿子 是冻了 饿了 还是冷了 被你误会了二十多年的爷爷 也一定只是希望你能有一个安安稳稳的日子 不再颠沛流离 我成为老陈家的媳妇 从第一天起就只想要一个挺直脊梁的臣服生 做到问心无愧 这就足够了 可是这些东西 我都不能说 或者说还没有准备好说 就来不及了 二狗 我一点都不后悔遇见你 一个女人能在正确的时间 正确的地点遇上让她心甘情愿不顾一切去花痴的男人 该窃喜了 我唯一不满足的可能就是我祸害了你 却没有去报答的时间 你肯定不是最好看的男人 却是我心目中最耐看的男人 你肯定不是最有钱的男人 但你却肯定是最愿意为我付出全部的男人 一个男人 在困苦不得志的时候 还能双手磨出血的下套子 给没有任何关系的老人攒出棺材钱 在他疯癫爷爷坟头 会把嗓子哭哑的孙子 这个被戳脊脊梁骨长大的刁民 他真的没心没肺吗 一个男人能在阿梅饭馆一分一毛钱攒出几百块 全部都用来买废旧的报纸书刊 并且全都在路灯下看完 能蹲在厕所看一份资料两个钟头 每天只睡三四个钟头坚持到今天 他能不被称作拼命吗 一个男人能在富有了之后 还坚持替五六块钱的平头 在得势了之后还能跟乡下亲戚小孩 在大酒店的走廊里打闹 在最疲倦最艰难的时候 还能在开门之前 给他媳妇挤出一张温暖的笑脸 这个被人视作陈世美 却从来不反驳从不辩解的丈夫 她不伟大吗 我不贪心 能拥有你 我很幸福 幸福到经常忍不住想跟你讲 别再拼了 你已经做得足够好了 如果不是我的身子 注定无法与你白头偕老 我一定会带你去北京 去见我爷爷 见老太爷 要求他们给你一个大大的前程 因为假如我能一直陪在你身边 即使全世界都看不起你 那都没关系 可是我不能陪你一直走下去 我不能让你独自一个人承受那些白眼 那些嘲讽和那些阴险和诚服 我心疼 二狗 好好活下去 每年都记得替我给娘和爷爷上坟敬酒 教我们的孩子十字做人 等他们懂事了 就把我那本日记读给他们听 我想要说的都在上面了 等他们再大一点 你就带他们去张家寨 告诉他们 他们的母亲就是在那里第一次见到他们的父亲 跟孩子说 在他们母亲眼中 那个被骂陈二狗的父亲 是天底下最好的男人 和小陈安说 以后要找老公 也得要找像他父亲一样的男人 二狗 等孩子们结婚了 记得带女婿和儿媳妇来给我敬酒 就像你替我像咱们娘那样 还有别忘了咱娘送给我的镯子 替我戴上咱们儿媳妇的手上 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 可能就是不能亲眼见到我的小陈平小陈安了 而我也知足了 能给你生孩子 而且还是两个 二狗 我骗了你很多次 但有一件事情 我总算没有说谎 在燕子鸡 我说要陪你看一辈子的烟花灿烂 江山如画 我做到了 虽然这个一辈子 实在是太短了一点 曹肩胛 肩胛 不就是狗尾巴草吗 二狗 这辈子我欠了你那么多 下辈子 我再做你的狗尾巴草 听你所听 想你所想 畅想听吧 你的快乐私塾 全书到此结束 感谢大家收听 回想起过往这三个月的时间 几多辛苦 熬灯 掌卖啊 幸好有众位听友的支持 使隋丰能够克服种种困难 坚持下来 在此 再次感谢各位 同时要感谢小关 谢谢 令隋丰 令隋丰更为欣慰的是 年迈的父母终于住进了新楼房 坐着电梯上下楼很方便 期间 妻子为了家事付出的更多 接下来 隋丰将播讲一部新书 《列国》 一个土鳖的成长史 演播风格将有所调整 故事内容也相当精彩 隋丰衷心的希望 能陪大家一起度过2010的冬季